在过去三万多年的时间里 楚行云已经将御剑之道 完整地传授了下去 现在即便楚行云离开了 慎龙族大军也不会无所事事 有了属于自己的飞剑 又掌握了御剑之道 接下来他们最需要的 就是日以继夜的苦修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经过三万多年的发展 慎龙一族的子民 从最开始的三千多万 发展到了八千多万 之所以增加了这么多 是因为楚行云强行命令 每对慎龙族夫妻都要生育后代 虽然说 幽冥海内的环境非常的严酷 完全不适合生物的幼崽存活 但掠夺了幽族三百座城市内的 海量资源后 楚行云在幽冥海内 72个超大型海岛之上 布下了72座冰霜大阵 彼此中和之下 这72座大型岛屿上 绿草莺莺花朵盛开 过去三万多年来 慎龙一族虽然不在外出劫掠 但却将大量的花草树木 移植到了这些岛屿之上 甚至于许多可以食用的小动物 也被放养在了这些 岛屿之上 这72座大型岛屿 每座的面积都足足 有数千万平方公里 因此 即便每个慎龙一族都住着大别墅 却依然是地广人稀 最重要的是 经过三万年的经营和建设 在大量妖族资源的供给下 这72座大型岛屿 被新建中的美轮美奂 犹如人间仙境一般 如此一来 这里不但适合生存 更适合繁衍后代 当然 一旦离开了这72座岛屿 便从天堂变成了炼狱 整个幽冥海上空 今年阴云密布 暴雨倾盆 那从天而降的暴雨 温度都高达几百度 甚至数千度 当然 因为那72座岛屿 太过巨大的关系 因此 资源的缺口 还巨大无比 要彻底将那72座岛屿建好 需要的资源 简直是天文数字 根据计算 就算将妖族的所有城池 都抢个遍 甚至连龙族的资源 也全部抢过来 依然不够用 有了72尊的火神弩的保护 所有圣龙一族 都爆发出了最大的热情 这里太好了 太适合他们了 有72尊地火神弩在 这里绝对是世界上 最安全的地方 因此 只要将那72座岛屿建设起来 这里便可以成为 圣龙一族 永远的家乡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无论外面打得如何激烈 这里都安全无比 虽然 将炼狱改造成天堂 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工程 但是谁让这里隐秘 谁让这里安全呢 而且 所有圣龙一族子民都知道 只要他们肯努力 这里一样可以被建造的 美丽无比 绝不比其他地方差 也正是因为 这些圣龙一族的子民 无限的热情 才让楚行云 可以放心地离开 不管他再不在 所有人都会一如既往 热情满满地努力住 工作住 时到如今 九百万圣龙族大军 要努力训练 实力和战力 如果不能尽快提升的话 他们就没有办法 掠夺到足够的物资 为他们自己 也为他们的子孙后代 去建造一个美丽的家园 而身为那些圣龙族的子民 他们也必须努力工作 圣龙族的战士 已经拼死将资源掠夺了回来 如果他们再偷懒 不努力工作的话 那又如何对得起 那些战死的圣龙族精英 因此 不需要任何人催促 也不需要任何人来监管 所有圣龙族的子民 全部都热情满满地 投入了训练和工作 正是在这种局面下 楚行云离开了幽明海 赶回了东海龙城 对于楚行云的离开 所有圣龙族的子民 都无比地感激 所有人都知道 楚行云这次离开 是去筹备大量的金属 为圣龙族的大军炼制战装 在所有圣龙族子民的心目中 楚行云的地位高到了极限 所有人都知道 是楚行云将他们从水深火热中 拯救了出来 是楚行云带领住他们 抵达了这片幽明之海 是楚行云率领着大家 四处征战 劫掠了大量的物资 养活了所有的圣龙族子民 是楚行云在危难时刻 击败了妖族空军 如誓言中所说的那样 守护了圣龙族子民的生命安全 虽然楚行云离开了 但是他在所有 圣龙族子民的心目中 却绝对是至高无上的 所有圣龙族子民 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说楚行云半个不字的 甚至于 就连平常闲聊时 一旦提起楚行云 都必须用尽称 大家都知道 楚行云就是幽冥世界的主人 甚至是神明 若真的有人触怒了楚行云 让他对圣龙一族 彻底失望的话 那就只需要一动念之间 七十二尊地火神弩 全力爆发之下 最多只需要一刻钟 整个圣龙一族 便会灰飞烟灭 彻底被扫入历史的尘埃 时到此刻 楚行云想要圣龙族繁荣昌盛 那么圣龙族 就会繁荣昌盛 若楚行云想要圣龙族灾祸连连 那么圣龙族 就一定会灾祸不断 甚至于 若楚行云想要圣龙族毁灭 那么一刻钟后 整个幽冥之海中 就再不会有半只 活着的圣龙族子明了 因此 不管楚行云再不在 也不管楚行云在哪里 圣龙族子明的心目中 楚行云都是高高在上的 不可亵渎的神明 且不说 圣龙一族子明 如何刻苦地修行与工作 另一边 时隔三万多年 楚行云再次回到了东海龙城 一路回到自己当年买下的那个铁匠铺的时候 楚行云无奈地发现 那座房产已经被龙城收回 并且转卖给了其他人 龙城内的一切房产都是需要缴税的 一旦连续百年不缴税 房产就会被龙城没收 然后拍卖 当年 楚行云曾经一次性 缴纳了一万年的税金 但没曾想 上次一走 就是三万多年 那一万年的税金 早就用光了 不过好在 楚行云现在可是超级富豪 在劫列自妖族三百多座物资大城的过程中 楚行云获得了三百座城市内 所有的物资和金钱 此时此刻 楚行云的那方小天地内 各种金银财宝 可谓是堆积如山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既然房产被收回 楚行云也不想再买什么房产了 镜子赶去了龙城之内 最高档的龙城酒楼 楚行云住进了最高档的龙王套房之内 所谓的龙王套房 自然是最顶级的套房了 每在里面住上一晚 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换了是普通的海族 恐怕辛苦工作一年 赚来的金钱 都不够在这里一晚的花用 可是对于楚行云来说 这点小钱洒洒水而已 回到龙城 楚行云却依然有点一筹莫展 时间虽然过去了三万多年 但是楚行云在龙族的身份和地位 却依然没变 以他如今的身份和地位 想要从四海龙宫那里 索取大量的金属矿石 显然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 面对如今的局面 楚行云即便再怎么聪明 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 怎么办 到底要怎么做 才可以破局呢 楚行云刚回到龙城 他的行踪 便被敖铃掌握了 自从上次一别 时间已经过了三万多年 对敖铃来说 这段时间真的太漫长了 漫长到几乎让他绝望 为了寻找楚行云 敖铃放出了大量的眼线 只要楚行云一出现 他的消息 第一时间就会传达到敖铃手中 龙族与妖族的休战期 已经过了三万多年 为了寻找楚行云 在这三万年时间里 敖铃在整个四海范围之内 布下了天罗地网 原本 敖铃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尽一切可能 以最快速度 寻找到楚行云 无论如何 敖铃希望楚行云明白 上一次不是他怠慢了她 实在是太过患得患失 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 该化什么妆容才合适 可是没曾想 楚行云这一消失 就是三万多年 为了寻找楚行云 敖铃凭击住东海龙宫 长公主的权力 不断地布下了一道道眼线 刚开始 敖铃布下的眼线 还比较粗犷 只是大方向拉了几条线而已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事实证明 这样的大线 根本找不到楚行云 因此 接下来的时间里 敖铃不断细化这个网络 将探索的触角 延伸到了更细微的地方去 楚行云刚一出现在龙城 一刻钟之内 关于楚行云 的一切消息 便被提交到了敖铃的面前 身为东海龙宫的长公主 敖铃的权力 还是非常巨大的 影响力 也是非常强大的 只是敖铃 身为东海龙宫的长公主 她既拥有超然的认同和地位 又没有什么大的志向 无论她跟谁交朋友 对整个龙族来说 都没有人会在意 更不会过度去解读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多年来 敖铃可谓是交友广阔 受到了四海龙族 一致的喜爱 尤其是从龙妖大战爆发后 敖铃更是经常组织各种宴会 聚会 召集四海龙族的年轻一代 齐聚一堂 讨论龙族目前的局面 也只有敖铃 才有这个胆量和能力 去召集这样的聚会 换了是其他人 一来没这个身份地位 二来没这样的号召力 三来 他们也没这个能力 不是所有人召开宴会 都会得到四海龙族 一致响应的 敖铃的情报体系 之所以在三万年之内 铺遍了整个龙族 每一个区域 和这些聚会 是分不开关系的 如果把这张情报体系 比喻成一张大网的话 那么这张大网 把持在敖铃的手中 至于四海龙族的 年轻一代精英 则是这张大网的骨干 正是透过四海龙族 年轻一代的精英 敖铃才如此顺利地 将整个情报网络 铺遍整个海洋 扑遍了整个龙族 在得到楚行云 出现的消息后 敖铃简直是欣喜若狂 第一时间 便发出了大量的邀请函 组织了新一次的 四海龙族的大聚会 之所以如此 敖铃也是担心 单独请楚行云 他会不来 现在 既然整个龙族的 年轻一代精英 都聚集了起来 楚行云根本就没有理由 去拒绝 确实 面对这次的邀请 楚行云确实没打算拒绝 毕竟 他离开龙城 已经足有三万多年的时间了 他也需要透过这次聚会 了解龙族现在的状况 因此 在龙城九楼内 涮洗整理了一下之后 楚行云提前三个时辰 就抵达了聚会的地点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避免楚行云拒绝 敖铃这次聚会的地点 就选在了龙城九楼的 二楼大厅之内 如此一来 即便楚行云拒绝了 也可以随时派人请他过来 甚至于 敖铃已经打好了副稿 如果楚行云实在不肯来 他会亲自登门 面对面的 把所有的误会都说开 虽然距离聚会的时间 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楚行云闲来无事 因此早早地就赶走了会场 聚会就是这样 不可能所有人 都准确地踩着点抵达 每次聚会 总有早到的 总会有晚到的 很多人 因为各种原因 甚至都是在聚会过半的时候 才姗姗来迟 因此 当楚行云提前三个多时辰 踏入会场的时候 整个会场之内 已经聚集了三四百人 此时此刻 那三 四百名龙族年轻一代的精英 分别凑成了几个小圈子 彼此凑在一起 聊得热火朝天 身为东海龙宫的长公主 龙城九楼 就是东海龙宫的产业 这龙城九楼 根本就是敖林私有的产业 当然 原本 这龙城九楼 还不是敖林的 不过距离现在两万多年前 随着情报网的快速铺开 敖林也需要一个适合的场地 作为这个情报网的总部 因此 敖林斥资 将这龙城九楼 从东海龙宫的手里 买了下来 换了是其他人 就算有再多的钱 也休想从东海龙宫的手中 买下这龙城九楼 可是敖林毕竟不同 他这点能力 还是有的 敖林为人处事 豪迈大方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才如此轻易的 便获得了这么多龙族俊杰的喜欢和支持 建立起料如此庞大的情报网络 即便是四海龙宫的最高会议 也承认了这个情报组织的存在和地位 甚至于 四海龙宫最高会议 专门下达了命令 每年 都会播出巨款 交由这个情报机构 来维持整个情报机构的运作 而且 作为这个情报机构的最高首领 敖林也获得了参加四海龙族 最高会议的资格 虽然暂时来说 他还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但是在会议结束后 他却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 提交一份书面报告 对四海龙宫的最高决定 提出意见和建议 可以说 年轻一代中 敖林是身份认同和地位最高的那一个 这个地位 值得不仅是敖林东海龙宫长公主的身份和地位 更重要的是 身为龙族最庞大 最机密的情报系统 他在龙族中的地位 也是绝对不同的 时到如今 敖林已经成为了龙族年轻一代中 最具魅力和能力的存在 尤其是最近三万年来 随着龙妖两族进入了休战期 随着战局的缓和 压力顿时松懈了下来 一时之间 龙族的年轻一代 都开始将目光放在了敖林 的身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 只要能娶到敖林 无论对个人 或是对他们身后的势力集团 都是大有好处的事 因此 敖林成为了龙族年轻一代 最最完美的梦中情人 且不说 龙族的年轻一代 如此疯狂苦追敖林 关键点在于 龙族每年都会下波大笔款项 以维持这个情报体系的运作 而且 整个龙城酒楼 根本就是敖林的私人产业 因此 敖林出手那是非常的阔绰大方 即便提前三个多时辰 楚星云就抵达了会场 可是却依然受到了奢华无比的接待 放眼看去 各种珍修美味摆满了一张张精美的餐桌 会场内 所有人都可以随时取用 肥义取了一杯酒 取了几样以前没见过的美味 楚星云随便找了一个角落 一边品尝着美酒佳肴 一边侧耳倾听着其他人谈论的事物 一直以来 楚星云都忙着修炼 因此 在整个龙族之内 除了个别人外 基本上是没有朋友的 说起来 很多人都无法想象 可是事实上 楚星云就自己的八个哥哥 都认不全 虽然彼此之间 都见过很多面 可是几万年不见了 可能当面碰到了 都认不出来 连自己的亲哥哥 都可能认不出来的人 怎么会有太多的朋友呢 倒不是说楚星云有多孤僻 关键是 楚星云很清楚 这里只是一个试炼梦境 在这里 即便交到再多的朋友 也不过是一场虚空大梦而已 真正对楚星云有用的 是能带出试炼梦境的宝贝和好处 没什么朋友 也没什么敌人 这就是楚星云对自己的定义 因此 在楚星云想来 他一个人躲避在角落处 应该没有人搭理他才对 可是事实上 一切和他想的 似乎有点出入 没什么朋友 这倒是真的 也很难改变 可要说他没什么敌人 那可就未必了 要知道 这个情报网络 其实就是敖铃为了寻找楚星云 而从无到有组成起来 并且一步步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的 而且 有资格来这里参加聚会的 都是这个情报网络中 最最顶级 最精锐的那一部分 以他们的敏锐 以及嗅觉 早三万年前 就什么都知道了 而且 现在 他们全力搜寻了三万年的人 终于出现了 他们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换了是三万年前 知道就知道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 那时候的他们 和楚星云之间 是没有利害关系和冲突的 但现在不同 作为这个情报体系的首领 敖铃可是所有人 都觊觎的目标 一旦娶了敖铃 那绝对是一跃之间 成为龙族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而且 敖铃本身又那么聪明 那么秀美 能力又那么强 身份和地位 也都是贵不可言的 这样完美的妻子 真的是打着灯笼 都找不到 因此 现在猛然见到 楚星云的出现 顿时 原本你争我夺的 所有龙族精英 瞬间便团结到了一起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住 终于 一个一身黑色长袍 头戴黑色冠冕的年轻龙族 率领着一群随从 朝楚星云走了过去 面对着一群人迎面走来 楚星云不由下意识 转头看了过去 入目所见 那个黑色冠冕的年轻龙族 隐约之间 似乎有点眼熟 可一时之间 楚星云却想不起 自己在哪里见过他 正疑惑之间 那年轻黑色冠冕的黑龙 走到了楚星云的面前 紧紧地皱着眉头 那黑色冠冕的黑龙 傲然道 小九 怎么 见到你六哥 连个招呼都不打吗 六哥 听到这句话 楚星云只觉得脑海里一亮 瞬间便想了起来 确实 这个头戴黑色冠冕的年轻黑龙 可不就是他的六哥 熬霸 思索之间 楚星云微笑着站起身来 对着敖霸道 敖云见过六哥 刚才看六哥和朋友在聊天 所以没好意思过去打脚 上下看了看楚星云 敖霸不屑地撇了撇嘴 很显然 他实在看不出 自己这个酒地 到底哪里好 竟然把敖铃给迷得晕头转向的 思索之间 敖霸傲慢地继续说 你这几万年跑哪里去了 难道说 你不知道龙族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吗 我 听到敖霸的话 楚星云张了张嘴 正打算开口说话的时候 敖霸却根本没给他这个机会 摆了摆手 敖霸说 不是我说你 你也是十几岁的人了 也该懂点事了 一天天的 不能只想着玩 而是要想着 如何为龙族多贡献 好 说得好 敖霸的话声刚落 周围顿时响起了一片叫好声 放眼朝周围看去 周围的一众龙族精英 都纷纷凑了过来 大声地为敖霸叫好 看出自己这个一脸傲慢 得意洋洋地朝周围抱拳的六哥 楚星云不由地暗暗叹息 这可是在外面 作为一个家庭 他这个六哥 竟然带头欺负他这个弟弟 最夸张的是 他竟然还联合其他人 一起来讨伐他 且不说 楚星云不是在玩 而是在努力地想办法 拯救龙族 而且 过去三万年来 他也是战功赫赫 先后攻陷了三百多座妖族的巨城 掠夺了妖族大量的物资和财富 单就战功而言 楚星云这可是攻城掠地 战功标柄啊 如果把楚星云的战功 寄入龙族的话 只他一人的战功 便足以和四海中 任何一海抗衡了 要知道 前线对抗妖族的大军 这固然重要 可是对于一场战役来说 去到敌人的后方 进行骚扰和破坏 进行游击战争 这却更加的重要 连下对方三百多城 搞得妖族后方鸡飞狗跳 鸡犬不宁 且不说战功大小 单说战略意义 简直比天还大 时到如今 妖族仍堵在浅海区域 将龙族死死地锁在了大海之中 从某个角度上说 如果把大海比作城池的话 那么龙族就相当于被妖族围城了 在围城的状态下 如果外无援军 军队数量又远远不如对方的话 那么这样的城池 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 现在 楚行云统帅的幽民大军 就成了包围圈外的那颗棋子 虽然暂时来说 这颗棋子还很弱小 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不大 最多只是骚扰而已 可是对妖族来说 这颗棋子 他们是不可以不理的 你不理的话 那就每三天 劫掠一座城池 你妖族就算再有潜力 这样的城池 又能有多少座 一旦他们去理会 那就需要大量的人手 就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如此一来 龙族所遭受的压力 就会减轻很多 甚至是成倍 几倍的减轻 夸张点说 单就战略地位上说 楚行云一人 就足以和其他四海龙族抗衡 楚行云的存在 为龙族保留了一丝胜利的希望 而一旦楚行云这个点没了 那么龙族的败亡 真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且不说楚行云内心的想法 这一边 凹巴看着楚行云 不耐烦地道 算了 我也懒得和你多说 不过 我最近正在追求凹灵 所以 你最好懂点是 不要和你未来的嫂子 走得太近 以免让人误会 知道吗 什么 这 听到敖巴的话 楚行云顿时一愣 敖巴追求凹灵 这太不靠谱了吧 要知道 敖灵可是绝对的颜值控 用一般龙族龙女的话说 颜值极是正义 可是这句话 在敖灵的身上 却根本不管用 对于敖灵来说 颜值就是一切 可是看看敖巴 虽然长得不丑 而且看起来还很霸道 威风 可是不管从哪个角度说 他和帅子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吧 凭借楚行云和敖灵 相处几千年的了解 这妮子 对颜值的要求 实在太夸张了 用敖灵的话说 只要小哥哥长得帅气 让他做什么都愿意的 可要是长得不够帅气 想来占老娘的便宜 那老娘非和你拼命不可 因此凭借楚行云 对敖灵的了解 他就算脑袋坏掉了 也不可能看上敖巴 要说 敖灵其实也是逼出来的 东海龙宫 是木属性的龙族 而木属性的龙 都醉石清零飘逸 潇洒俊逸 风度翩翩 从小时候起 敖灵的哥哥弟弟 父亲叔叔 就都是风流倜傥 俊美绝伦的 看惯了帅哥的敖灵 真的无法接受那些 相貌平庸之辈了 在敖灵的心目中 那些长得不帅的龙族 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物种 正恶然之间 敖巴皱了皱眉头 继续道 还有 父亲已经和南海龙王 达成了妥协 同意了你和敖妹的婚礼 所以 你和其他的龙女 最好保持距离 明白吗 什么 父亲答应了 听到敖巴的话 楚行云的两根眉毛 舒展开来 嘴角掀起一抹糊度 要知道 一直以来 楚行云其实都在等待这个消息 在楚行云看来 他和敖妹的婚礼 绝对是好事多磨 以北海龙王那的尿性 轻易不可能给南海龙王好脸色 可是没曾想 北海龙王 竟然答应了他和敖妹的婚事 这可真的太好了 看着楚行云兴奋的样子 敖巴继续道 龙妖两族进入休战期后 四海龙王召开了巅峰会议 通过与妖族的战斗 龙族发现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还是太过僵硬了 这直接的后果 就是战斗指挥非常僵化 非常赤化 明明很简单的一道命令 可是却需要四海龙王中 其中的三人点头 才可以执行 可是很多时候 不等命令下达 战局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道命令还没发出去 就已经废掉了 因此 为了让四海的关系更加亲密 在四海龙王的提议下 四海的年轻一代之间 将进行大规模的联姻 通过联姻 来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 增强彼此之间的合作 听到敖巴的话 楚行云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虽然表面看起来 联姻似乎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可是事实上 这却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 真正关系到自身利益的时候 即便是庆家又如何 历史一再地证明过了 所谓的联姻 在利益关系小的时候 也许还有用 可一旦利益冲突 达到一定程度时 这所谓的联姻 根本就是个笑话 不过 话虽如此说 但是不管怎么说 做了就比不做强 对于敖陵 楚行云本就没有任何的想法 她已经有了敖昧 而且彼此之间 已经定下了婚约 楚行云也并不是一个 朝秦暮处 建议四千的人 而且 最重要的是 楚行云和敖陵之间 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暧昧的 楚行云也从来没有 对敖陵生起过任何 超过友谊范畴的情感 这次之所以来龙城 来参加这次聚会 她为的也不是敖陵 说的直白点 楚行云现在唯一想的 就是如何弄到大量的金属 为那九百万圣龙族大军 量身打造一套战装 嘿 嘿 正出神之间 敖霸猛地皱起了眉头 大声地呵斥了起来 听到呵斥声 楚行云不由地抬起头来 茫然地朝敖霸看了过去 见到楚行云看了过来 敖霸道 我说的话 你到底是听没听到 了然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听到了 怎么 皱了皱眉头 敖霸道 你既然听到了 还在这里愣着做什么 难道说 你还等着和敖陵叙叙旧 歪了歪头 楚行云道 我和敖霸也是老朋友了 三万多年没见 是想见见他 怎么 有问题吗 放肆 听到楚行云的话 敖霸道 父王已经决定了 由我和敖霸进行联姻 你现在和他叙旧 算是怎么回事 顿了顿 敖霸怒声道 你要实在想留下 那也行 我现在就去南海 找敖霸叙旧去 而且我会找个小黑屋 叙他一晚上的旧 你看如何 这 听到敖霸暴怒的话语 虽然敖霸的措辞 非常的不当 但是楚行云 却不得不承认 敖霸说的是有道理的 现在 敖霸既然有可能 成为他的嫂子 那他就确实不适合 和敖霸太亲密了 更不能私下里 单独和他见面 否则的话 一旦这个消息传出去 那简直太脏 太乱了 至于敖霸为什么会发怒 楚行云也能理解 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现在这里是南海 敖霸换成是敖妹 楚行云和敖霸的位置 对调一下 楚行云能忍吗 作为自己即将过门的妻子 自己的弟弟 却要和他叙旧 甚至很有可能 要单独地进行私密的接触 这如何能忍 思索之间 楚行云皱了皱眉头道 好吧 其实见不见他 这不重要 我来这里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见他的 哦 听到楚行云的话 敖霸顿时亮起了眼睛 事实上 不只是敖霸 周围的所有龙族精英 都纷纷亮起了眼睛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这个情报组织 就是为了寻找楚行云 才组建和发展起来的 而敖妹之所以要找楚行云 原因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她已经爱上了楚行云 而且爱得不可自拔 因此 现在楚行云一旦出现 那他们立刻就会失去机会 敖霸私下里曾经说过 她不在乎楚行云和敖妹的婚约 她有信心把楚行云抢过来 就算实在抢不过来 她也不介意 和敖妹一起来个一龙二后 以敖霸的骄傲 竟然敢当众说出这样的话 由此可见 敖霸对楚行云 到底爱到了什么程度 那真的是亲其所有 无怨无悔 因此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必须赶走楚行云 否则的话 一旦敖霸到了 那么他们瞬间就会失去所有的机会 毕竟 敖霸都不在乎和敖妹一起做她的妻子了 敖霸又如何能拒绝 这样的好事 换了任何的龙族 都不可能拒绝 一旦敖霸真的说出来了 楚行云也不可能拒绝 如果主动送上门 不介意和其他女人分享 还被拒绝的话 那敖霸根本就活不下去了 身为东海龙宫的长公主 敖霸的身份和地位也在那里呢 一旦楚行云拒绝了 那她羞辱的 可不只是敖霸 整个东海龙宫 从上到下 从东海龙王龙后 到东海最不起眼的一只小虾米 都将承受着奇耻大辱 可以说 楚行云这边一旦拒绝了 那么敖霸必然当场自枪 东海龙王 也必然会全力出手 杀掉楚行云 甚至于 东海将瞬间和北海决裂 老死不相往 老话说得好 你可以欺负人 也可以羞辱人 但是凡事都要有限度 当敖霸把姿态放得那么低的时候 其实已经剥夺了楚行云拒绝的权利 当然 这一切的一切 楚行云其实并不知晓 此时此刻 楚行云满脑子想的 都是敖霸 以及如何取得大量的贵金属 至于和敖霸之间的男女私情 不好意思 楚行云对敖霸 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男女私情 双眼放光地看住楚行云 敖霸道 你说 你这次回来 不是为了见敖霸 点了点头 楚行云道 敖霸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不过既然她要成为我的嫂子了 那我确实不适合和她过多接触 顿了顿 楚行云继续说 我这次回来 主要是想从四海龙宫 获取一些金属 获取金属 凭集住自己掌握的情报体系 过去三万年来 所有人对楚行云的了解 真的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很显然 从三万年前起 楚行云也不知道哪根金抽了 疯狂迷恋上了锻造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这家伙天天关在龙城的一间民房内 锻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宝剑 现在想来 这家伙应该已经厌倦了用普通金属 去锻造宝剑 而是想用一些稀有的 珍贵的金属 锻造更多 更好的宝剑了吧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以神圣的目光 朝楚行云看了过去 如果只是普通的矿石的话 那他们自己就可以掏出来 但很显然 楚行云现在所需要的 是那些稀少又珍贵的贵金属 去锻造宝剑 这价格就比较高了 换了是普通龙族 面对楚行云如此巨大的需求 绝对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可是现在 聚集在这里的 都是龙族年轻一代的精英 尤其是过去三万年时间里 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个庞大的 缜密无比的情报网 因此 他们手中的权力 以及在龙族内的身份和地位 都已经大不相同了 只要数量不是太大 他们还是有权力 放一些的 只不过 四海龙宫的精英们 最多只能掌握 自己龙宫宝库的权限 并不能插手其他龙宫宝库中去 敖霸 他现在已经是北海九大太子中 身份和地位最高的一个了 凭其他的身份和地位 完全可以开放仓库 让楚行云取一些金属矿石 来进行锻造 可是敖霸想让东海 西海 以及南海的龙宫宝库 对楚行云开放 就有点有心无力了 为难之间 敖霸不由地转过头 朝周围的龙族精英看了过去 很快 南海三太子 东海五太子 以及西海四太子 分别站了出来 所谓 北六南三 东五西四 这四大太子 正是这个情报系统中 位置仅在敖霸之下的四大巨头 同时 所有人公认的是 这四龙族俊杰 也是最有可能 成为敖霸夫君的存在 四大太子都很清楚 只有赶走了楚行云 他们才有一线机会 如果就这么让楚行云和敖霸见了面 那他们的春秋大梦 可就成了黄粱一梦了 不得不说 这四大太子 各个都野心十足 在他们想来 只要赶走了楚行云 他们就有很大的希望 可以抱得美人归 一旦娶了敖霸 他们就可以取代敖霸 掌握这个巨大无比的情报体系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就成了可以和四海龙王 平起平坐 龙族最闪亮的那颗明星了 退一万步说 就算他们不能取代敖霸 成为情报系统的王 那也不要紧 平集住敖霸的相貌 身材 才华 以及气质 足以满足他们 对女子一切美好的向往了 娶妻娶 这是所有龙族年轻一代的共识 确切地说一句 敖霸是龙族年轻一代 最甜 最美的梦 随着四大太子出列 场面顿时静了下来 沉默良久 东海龙宫的五太子开口道 如果我们可以给你所需要的金属 你是不是立刻就会离开 茫然地看了看东海龙宫的五太子 楚行云点头道 没错 只要得到了所有的金属 我立刻就走 只不过 时宜地看住东海龙宫的五太子 楚行云不解得道 作为东海龙宫的五太子 你应该是敖霸的亲哥哥吧 你也想娶她 面对楚行云的问题 东海龙宫的五太子道 我是龙皇一脉的太子 你没听过吗 龙皇一脉 听到五太子的话 楚行云瞬间恍然 龙皇虽然已经离世 但是他的后代 可还在龙族之中 依照龙族的规矩 为了感谢龙皇对龙族的恩德 龙皇的后代 每代都会抽出四人 分别交由四海龙宫抚育 成为四海龙宫的太子 因此 虽然身为东海龙宫的五太子 他确实是敖霸的哥哥 但这个哥哥 却不是亲的 五太子与敖霸之间 既不同父 也不同母 是可以嫁娶的 陈寅之间 楚行云点了点头道 原来如此 看出楚行云恍然的样子 五太子皱了皱眉头 焦躁地道 请回答我 是不是我们给你 足够的金属矿石 你就会立刻离开 点了点头 楚行云认真的道 我这次回来 就是想筹筹一些高等矿石 只要你们能帮我搞来 那我肯定立刻离开 说话之间 楚行云皱了皱眉头 不解得道 对了 你们为什么 都那么想我走啊 哼 冷哼一声 欧巴在旁边接口道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长得这么帅 你一出现 那我们哪还有机会 哈哈 听到欧巴 的 话 楚行云顿时仰头大笑了起来 笑声中 楚行云摇头道 那你们还真是高看我了 事实上 欧灵比我如蛇蟹一般 根本就不稀罕理会我 你们啊 真的多心了 看出楚行云洒然的样子 所有人不由松了一口气 很显然 欧灵对楚行云的感情 真的只是一厢情愿 楚行云真正喜欢的 肯定是傲妹 若单从男性的角度去看 傲妹也确实最能满足 男性对女性幻想的存在 不过 综合而言 傲灵绝对是更优秀 更杰出的女孩 而且最重要的是 楚行云和傲妹 已经有婚约了 其他人已经完全没机会了 而傲灵不同 她可还在带子规中 一切皆有可能了 思索之间 四大龙宫的太子 聚集在一起 快速地讨论了起来 讨论了好一会 傲霸抬起头 朝楚行云问道 你这次 又要锻造多少件 多少件 听到傲霸的话 楚行云错把剑字 听成了剑字 思索了一下 楚行云伸出一根手指道 也不多 我这次要锻造一千万 一千万吗 听到楚行云的话 四大太子随即松了口气 可是眉头却依然没有松开 一千万把宝剑 需要的材料虽然很多 但却在他们的权限范围之内 为难的是 这个需求量 已经接近了他们的极限了 一旦满足了楚行云 那他们自己 以后就别想动用宝库内储存的物资了 甚至于 一次动用这么多物资 还会被他们的父王垂巡 甚至是责怪 正在四大太子迟疑之间 四名龙族精英快步走了进来 四名龙族精英快步走到四大太子身旁 凑在他们的耳旁 低声地说了几句话 听完那几名精英的话语 四大太子顿时捏紧了拳头 同时转过身 朝楚行云看了过去 长吸了口气 四大王子纷纷取出了自己的太子令牌 交到了楚行云的手中 随后 敖霸道 好了 现在 你可以带着我们四大太子的令牌 去四海龙宫的宝库 各取一千万份珍稀矿石 说话之间 四大太子 分别 拉过刚才跑进来 报告消息的四名龙族精英 低声交代了起来 事实上 这四名龙族精英 是派出去监视敖霸的 一旦敖霸起身赶过来 他们就必须立刻报告 就在刚才 四名精英传达了消息 敖霸已经离开了东海龙宫 朝这边赶了过来 最多再有半个时辰 就可以抵达这里 听到这个消息 四大太子再也撑不下去了 为了敖霸 他们就算挨上一顿骂 也无法退缩 拽过四名精英 四大太子 认真地交代了下去 这四名精英 将随同楚行运一起 前往四海龙宫的仓库内 各取一千万份的珍稀材料 四名精英 办起事来 都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四大太子再三交代 只需取一千万份材料 多半份都不行 对于四大太子的交代 四名龙族精英 满口答应了下来 无论如何 楚行运休想多取走一丝半毫的材料 说一千万份 就是一千万份 多取走一份 他们提头来剑 很快 在四大太子随从地带领下 楚行运开心地离开了龙城九楼 没有人意识到 这里面有一个误会 不经意间形成了 根据楚行运过往的情报 四大太子一直下意识以为 楚行运这次是要炼制一千万柄宝剑呢 事实上 欧巴问的也清楚 这次 你要锻造多少剑 虽然这句话不太严谨 但一直以来 楚行运从来都只锻造宝剑 从来没锻造过铠甲 因此 下意识地 所有人都以为 楚行运这一次 还是要锻造宝剑呢 可是 楚行运这次锻造的 还真就不是宝剑 而是一套重装战甲 战装的具体划分 这个就不去多说了 毕竟 时到现在 楚行运还没开始设计 所谓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有什么样的材料 才可以锻造什么样的战装 事先设计好了 却找不到合适的金属材料 那设计的再好 不也是废弃物 不过 虽然战装的款式和构造 还没设计出来 但是作为重装战甲 需要消耗的材料 却是固定的 一套重装战甲消耗的金属矿石 是一柄普通宝剑的100倍 重装战甲 其厚度是非常夸张的 真正算是重装的战甲 光是战甲的厚度 便相当于几把宝剑的剑身 叠加起来的厚度 不要以为百倍的材料很夸张 百倍于普通宝剑的耗材 只是重装战甲的最低标准 达不到这个标准的 根本就不配用重装二字 真正最顶级的重装战甲 其耗材更是足有普通宝剑的上千倍 就楚行云亲眼见过的终极重装战甲 铠甲的厚度就比石柄剑身 叠起来还要厚 如果可以的话 楚行云其实也不想锻造这么厚重的战甲 可是圣龙一族的防御 实在太过薄弱了 要继续保持对妖族的骚扰 要确保圣龙族大军的战斗 减原降到最低 那么重装战甲 是必不可少的 重装战甲负责防御 五行飞剑负责攻击 再加上圣龙一族的幻象之力 整个圣龙一族大军 将犹如鬼魅一般 来无影 去无踪 成为所有妖族的噩梦 很多时候 误会的形成 都是下意识的 四大太子已为楚行云所取的 是一千万柄保健的材料 因此 在交代那四名随从的时候 交代的就是取一千万份材料 但现在的问题是 楚行云要锻造的是耗材百倍 甚至千倍于普通宝剑的重装战甲 如此一来 所谓的一份材料 瞬间变成了一百份 一千份 且不说 凹林如何抵达九楼 也不提四大太子 如何敷衍堂塞 更不提凹林见不到楚行云 有多么的落寞 另一边 楚行云在东海武太子的随从带领下 平级住太子令牌 进入了东海龙宫的材料仓库之中 看住东海龙宫的物资仓库内 那堆积如山的珍稀矿石 楚行云眼睛中闪过一抹锐光 四海龙宫的仓库之大 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看住仓库内 那堆积如山的物资 楚行云真的是垂涎三尺 不过 楚行云所能挪用的 毕竟只是少数 而且 最重要的是 这些仓库里储存的 虽然也是稀有的金属矿石 但却不是最顶级的材料和矿石 虽然都是仓库 但仓库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其中 储存那些先天材料 以及各种神物的仓库 任何外人 都是不被允许进入的 别说楚行云这个外人了 就算是敖林青来 都没有资格进去 此时此刻 楚行云有资格进入的这些仓库 都是常规物资中 比较珍稀 比较昂贵的矿石和材料 那些真正用来锻造 神兵力气的最顶级资源 楚行云根本没有机会接触 好在 现在 楚行云倒也不需要 那些最顶级的材料 想要锻造九百万套重装战甲 用这些常规的稀缺资源 便已经够奢侈的了 至于那些顶级的神物 就算肯给楚行云 楚行云也用不上 四海龙宫的所有神物加起来 恐怕都不够炼制九百万套重装战甲的 甚至于 连十万套都炼制不出来 而且 若真用那些神物 去炼制重装战甲的话 不一定是好事 一旦圣龙族大军 穿戴的是如此宝藏的话 一旦打起来 妖族绝对会发疯的 每杀死一只圣龙 抢夺一套重装战甲 都是一笔天大的财富 如此一来 圣龙族战士反而成了妖族最垂涎的移动宝库 真正顶级的宝物 只有真正的强者 才配拥有 若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底蕴座支撑 却拥有太强的宝贝 那绝对是灾不是福 感慨半天 楚行云从怀内掏出了清单 递给了那名东海武太子的随从 那名随从确实很聪明 做起事来 也严谨到了极限 既然武太子说了 只能取一千万份 那楚行云就算多拿一根毛 都绝无可能 一通搬运下 楚行云将龙族仓库内 高档材料的六成 装入了自己的小天地内 注意 那是一方天地 而不是一方世界 如果一定要说世界的话 那也是无极世界 一方天地 便是一个无极世界 一方无极世界 可容纳三千大千世界 一方大千世界 可容纳三千中千世界 一方中千世界 可容纳三千小千世界 一方小千世界 可容纳三千星海 一方星海 可容纳三千星河 一方星河 可容纳三千 无限细分下去的话 是永远分不完的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 所拥有的星辰数量 是完全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 而一方世界 则只是宇宙最小的单位 所指的不过是一颗星球而已 有谁能知道 宇宙之中到底有多少颗星辰呢 虽然很多人大体给了一个模糊的数字 可是所有给出数字的 那都一定是错的 宇宙是无边无际的 如果有边的话 那边是什么 边外又是什么 虽然如今 楚行云也知道 宇宙之外是混沌 可是混沌的边界又是什么 混沌边界的外面 又是什么呢 在准确地装下了一千万份材料后 楚行云没敢单个 带着其他三个随从 经过四海的海眼 分别赶去了北海 西海 以及南海的龙宫仓库 一通搜刮下 龙族累积了一兆年的高级物资 六成被楚行云 装入了自己的小天地中 这方天地 是由地水火风 四大能量开辟而成的 其中 地和水 各占一半 火和风虽然也分别是由四大神珠中 其中的两大神珠所化 可是风无形 火无质 是不占空间的 因此 这方世界 可以叫成水球 也可以叫做地球 不过总的说起来 楚行云自认为 这片天地 是以大地为依托 承载着大量的海水 幽风系的无极之力 以及火系的造化之力 凝聚而成的一片天地 表面看去 整个星球的表面 覆盖着蔚蓝的海水 像一颗美轮美奂的蓝宝石一般 因此 楚行云将这片无极世界 命名为水蓝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楚行云只花了四年时间 便将东西南北 四海龙宫仓库内 囤积了一兆年的高级矿石 掠夺了八成 四年时间 这似乎是一段无比漫长的时间 可是对于荒谷时代来说 四年和四天 其实也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 那些物资实在太多了 简直多得无法形容 当楚行云终于将四海龙宫内的材料 都装走一千万分的时候 整个水蓝世界内 多出了四颗硕大无比的星辰 其中 取自东海的木系材料 凝聚为一颗木星 取自西海的金系材料 凝聚为一颗金星 取自南海的火系材料 凝聚为一颗火星 取自北海的水系材料 凝聚为一颗水星 再加上楚行云 从地星世界搜集的土星材料 凝聚成的那颗土星 整个无极世界之内 除了水蓝星辰之外 又多了五颗星 金木水火土 五星属性 每细的材料 都凝聚成了一颗巨大无比的星星 和直径一万公里 周长四万公里的水蓝星比起来 这五颗星凝聚的星辰 巨大到无法形容 其中最大的那颗木星 直径足有超过十万公里 由此可见 楚行云到底从龙族宝库中 取得了多少材料 如此多的材料 若不是楚行云拥有虚空之力 以及一方私有的小天地的话 根本不可能在四年之内 便全部运走 收走了所有的材料之后 楚行云也没有耽搁 直接通过海眼 回到了幽冥海中 东西南北中 总共五片海域的海眼 都是互通的 其中 东西南北四海的海眼 彼此之间都是开放的 所有海族都可以自由通行 而幽冥海的海眼 楚行云却用龙宫给镇压了 不经过楚行云的同意 急进不去 也出不来 之所以这么做 倒不是楚行云自私 而是迫不得已 如今 虽然妖族与龙族之间 进入了休战期 但是没有人会愚蠢地认为 两族的战争就此停止了 就像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前进 这次的休战 是彼此把对方摸索得差不多之后 调整的时间 一旦休战期过去 那么接下来的战斗 将直接进入白热化 如果龙族没点新东西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战斗 妖族将以雷霆扫血之势 将龙族彻底驱逐下万族之尊的宝座 即将到来的一战 将是决定龙族和妖族 谁将成为万族至尊的决战 面对这种局面 楚行云就算脑袋坏掉了 都不会开放幽明海的海眼 否则的话 一旦龙族败了 那么妖族大军将会顺着海眼 涌入幽明海 虽然说有七十二尊地火神弩在 防御上不成问题 可是这里可是试炼梦境 楚行云早晚都是要离开的 一旦他走了 谁又能守住那幽明之海呢 而且楚行云世人 不是一个石雕 他没可能无时无刻地守在幽明海 一旦妖族大军 趁楚行云不在 一路杀入幽明海 那么不等楚行云回过神来 幽明海内的所有生灵 恐怕就被斩尽杀绝了 就算楚行云赶回来 消灭了所有的入侵者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失去了子明 光靠楚行云一个人 即便浑身是铁 又能打几根钉子呢 当初建造天道龙宫的时候 楚行云直接就把龙宫 建造在了海眼之上 将海眼永久地镇压了 如此一来 除了楚行云 以及得到楚行云认可和授权的人外 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这道海眼 进入幽明海 堵住海眼的好处是 任何外人都不可以随意进出 可是有好处 自然也就有坏处 四海龙宫 为什么就不知道堵住海眼 四海龙族不傻 他们知道堵截住海眼的好处 但更知道堵住海眼的坏处 闭关锁国之下 是没有办法发展的 依照年前 龙族的四道海眼 其实都是堵住的 任何人都不许通行 否则的话 一出海眼 就会遭到灭绝性的打击 可是那个时期的龙族 是最虚弱 最孱弱的 后来 祖龙出世 开放了四道海眼 让四海之间的通行 变得简单无比 也正是从那时候起 龙族的发展 才走上了快车道 确切地说 正是祖龙开通了四道海眼 所以龙族 才成为了万族至尊 以幽明海为例 平级七十二尊 地火神弩 即便四海龙王旗帜 也休想抢了 幽明海的权柄 幽明海内 楚行云就是 所向无敌的神 一旦开通了海眼 那么数以亦召计的龙族 将会为楚行云 带来数不尽的好处 楚行云什么也不需要做 光是收税 每天就可以获得 无法衡量的财富 从内心讲 楚行云非常不愿意 闭关锁国 非常想要开通海眼 可是没办法 时间真的不对 明知道龙族 要被妖族击溃 明知道从现在起 一直到楚行云 生活的那个时代 妖族都是万族至尊 无人可以抗衡 确切地说 开通海眼等于自灭 楚行云根本没得选择 当然 闭关锁国 也有闭关锁国的好处 如此一来 就算妖族再怎么强大 对幽明海 也行不成任何威胁 即便是三大妖皇斯丰 秦苍 以及九霄 也进不来 更不用说其他的妖族了 将来 就算龙族战败了 也有了一条退路 就算四海都被妖族攻陷 龙族也可以退入 地心中的幽明海 继续繁衍生息 所谓 天无绝人之路 这幽明海 显然就是龙族 最后的那一线生机 因此 无论如何 楚行云绝对不会 开放幽明海的海眼的 可以说 幽明海在 龙族就在 一旦幽明海陷落了 龙族就算不被灭绝 也必将永远被奴役 回到幽明海 楚行云视察了一下 幽明海的建设 幽明海内的圣龙遗族 可谓是惺惺向龙 在七十二座岛屿之上 到处都是新生的圣龙孩童 在到处玩耍 圣龙遗族的种族天赋 就是擅长变化 擅长幻术 因此 虽然这七十二岛之上 只有圣龙这个种族 可是 放眼看去 各种妖族 各种龙族 甚至于是各种奇怪的 花鸟与虫 都随处可见 当然 这些奇怪的生物 其实都是 圣龙遗族的孩童 幻化而成的 圣龙遗族的本体 就是拥有着 金绿色鳞片的龙族 可是 圣龙遗族 心性活泼 非常喜欢变化 非常不喜欢僵硬 因此 每个圣龙 基本上三两天 就会改变成一个全新的形象 人族 换上衣服的时候 圣龙族 可能已经换了两三个新形象了 楚行云是最有感触 也是最无法习惯和接受的 圣徒 前两天见面时 他还是一条身高百公尺多的黑色龙 但两三天后 在见时 他已经幻化成了一只漆黑的大水妞 匍匐在水池里喷水弯 身为人类 楚行云无法理解 圣龙遗族为何要这么做 就好比 楚行云不明白女孩们 为什么明明已经有那么多衣服和化妆品 还是想买了 最让楚行云无法接受的是 圣龙遗族可不只是幻化成现有的生物 事实上 圣龙遗族的想象力 是非常丰富的 他们幻化出来的东西 有九成都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的 这一次 刚回到幽明海 楚行云第一眼见到圣徒的时候 便被他吓了一跳 放眼看去 圣徒身材魁梧无比 但是却只有上半身 却没有下半身 看住圣徒新形象 那轻蔑獠牙 口染鲜血的样子 光是看住 便让楚行云打心底冒含气 圣徒的新形象 肌肤呈现青灰色 牙齿又长又尖 牙齿上粘满了血碎肉 整个上半身 极无比的粗壮 又无比的有力 那一块块肌肉 简直太夸张了 而圣徒的下半身 却只是一缕烟雾 又稀又淡 庞浮随时都会随风消散一般 放眼看去 一个上身粗壮魁梧 下身却蓄幻如烟 轻面獠牙的家伙 悬浮在半空中 不需要打 光看住 都让人心惊胆汗 恶然看住圣徒的新形象 楚行云苦笑着说 小孩子喜欢瞎胡闹 也就算了 你怎么也跟住乱来啊 乱来 听到楚行云的话 圣徒不由地张开了血盆大口 一脸的愕然 只稍微一愣 圣徒便猛地回过神来 沉吟了一下 圣徒道 很显然 龙王对我们圣龙一族 了解得并不深 甚至很多地方 都是有误会地 组织了一下语言 圣徒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圣龙一族 之所以常常改变形象 那可不只是因为天性 更不可能只是为了好玩 事实上 圣龙一族 虽然精神力强大 但是无论是破坏力 还是防御力 都是非常弱小的 因此 在日常的生活中 为了避免大量的危险 圣龙一族最多三天 就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外形 很多时候 同是一条圣龙 停留在同匹片水域之内 可是在周围的水族看来 却并非如此 今天来的时候 看到的可能是一只隔离 明天再来的时候 看到的是一条小黄鱼 后天再来的时候 一只螃蟹在那里横行 因此 无论那只圣龙 在那片水域里停留了多久 周围的人 都不会感觉到任何的异样 如果圣龙不常改变自己外形的话 那又该如何生存呢 今天来 明天来 后天来 甚至是 几十年 几百年 几千年来 都有一条圣龙 又或者是一条小黄鱼 在那片水域 怎么可能不引人注意 圣龙一族 之所以一直如此神秘 如此的行踪难寻 不是因为他们善于躲藏 事实上 圣龙一族根本就不会躲藏 也从来没有躲过 圣龙一族 是透过不断地改变外形 来隐藏自己的行踪 同时 在不断改变自己外形的同时 圣龙一族也锻炼了精神力 锻炼了他们的种族天赋幻术 听着圣徒的介绍 楚行云恍然点了点头道 理解了圣龙一族 为何那么爱变 说穿了 这是过去一兆年来 圣龙一族摸索的生存本能 思索之间 楚行云不解得道 可是现在 这幽冥海中 是无比安全的 既然如此 你们还变来变去的 又是为什么呢 耸了耸肩膀 圣徒 继续解释了起来 虽然现在生活在 绝对安全的区域 可是居安思危 很多传统 是不可以随意放弃的 而且 变化外形 不只是为了生存 更为了锻炼精神力 以及修炼圣龙的 天赋神通幻化之术 虽然暂时来说 圣龙已经安全了 可是圣龙一族 不会心甘情愿地 永远被封锁在 这幽冥之海中的 幽冥之海虽然大 但是和外面的天地比起来 这里还是太小了 无论是圣徒 还是圣龙族的一众长者 都不希望圣龙一族的孩童 丢掉了老的传统 一旦真的丢掉了传统 那么有朝一日 他们有机会 回到外面世界的时候 恐怕就无法适应 那里的环境了 当然 上面说的这一切 其实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幻术 不只是好看好玩的 幻术 同样是有威力的 别的不说 单就以圣徒 现在这轻面獠牙的样子 一旦在深夜里 突然出现在一个胆小的人面前 便有可能把他给活活吓死 而且 经过之前 劫略妖族三百多个城市的战斗 圣徒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当初 为了隐瞒身份 圣龙族幻化成羊妖的形象 去劫略和毁灭那三百座妖族城池 可是圣徒发现 这样的形象 显然是不合格的 当妖族的大军 见到他们所面对的 是最弱小 最最缠弱的羊妖石 一个个信心百倍 甚至可以说是如狼似虎 一群狮子 老虎 对上了一群绵羊 他们会怕骂 他们不但不怕 而且自信到了极点 在兴奋的狂嚎声中 所有的妖族大军 简直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眼睛都红了起来 庞弗被加持了无数道术法和神通一般 妖族大军在与圣龙族大军的战斗中 都爆发出了百分之两百 甚至更高的战力 楚行云离开后 圣徒和一众圣龙族将领 反复讨论和研究 最后得出了结论 选择以羊妖的形象出现 是当时最失败的决定 这是在为他们加餐 谁会怕美味可口的食物呢 因此 对上羊族的时候 他们绝对不会畏惧 绝对会信心百倍 面对美味可口的食物 任何物种 都绝对可以爆发出百分之两百的战力 这比任何的加持系术法和神通 都来得强大 因此 在楚行云离开的这段时间 圣徒率领着圣龙族的三千名将领 研究魔族的新形象 无论如何 不能再以羊妖的面目 出现在妖族面前了 这真的太愚蠢 经过不断研究 这轻面獠牙 肢体粗壮 驱干魁梧的新形象 便诞生了 这幅形象 可不是为了好玩 更不是为了无聊 圣徒 以及三千圣龙族大将的唯一目的 就是平级这幅形象 吓死敌人 不需要打 光看住他们的造型 就十几大将 这才是圣龙大军所追求的 轻面獠牙算什么 这才只是刚开始研究而已 圣徒和三千大将 圣徒和三千大将已经决定了 类似的造型 他们要研究出一个系列来 虽然整个地心世界内 只有圣龙族这一族在 可是他们却要设计出海陆空 三大军团 每个军团 要设计出三种最恐怖的形象 待到将来 再次对妖族开战 圣龙族出动的时候 就不是只有一个兵种了 到了那个时候 海陆空 三大军团 合计有九大兵种 如此一来 便会给妖族一种人多势众 莫测高深的感觉 而且 作为楚行云创建的幽冥一族 光有一个族群 那怎么能够 作为单独的一方世界 最起码要有九大种族 以及九大兵种才对吗 若始终这一种形象出现的话 根本就没人会怕 如果妖族只有虎族这一族的话 会很恐怖吗 别说虎族了 事实上 龙族就是最好的例子 龙族就是单独的一族 可是对上妖族的时候 却完全不是对手 是龙族弱吗 当然不是 说穿了 龙族最大的弱点 不是实力弱 而是数量少 种族少 当年 祖龙正是为了弥补龙族的这个缺憾 所以才生下了九子 其中 祖龙与水牛 生下了老囚牛 祖龙与青狼 生下了老二牙子 祖龙与金鸟 生下了老三巢峰 祖龙与蛤蟆 生下了老四普牢 祖龙与狮子 生下了老五酸泥 祖龙与乌龟 生下了老六霸夏 祖龙与老虎 生下了老七碧案 祖龙与乌龟 生下了老八父系 祖龙与赤鱼 生下了老九赤吻 值得一提的是 所谓的龙生九子 这个九字 只是一个虚数 九所代表的 其实是无数的意思 这九子 确实是祖龙的子孙 但是并不是只有祖龙 才可以生出这九种生物 只要拥有着真龙的血脉 就都可以生出龙之九子 以人类常见的生物为例 马和狸杂交 就可以生出骡子 所谓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的那个骡子 而且 虽然祖龙只选择了 这九种生物为七 并生下了九个子孙 但事实上 过去亿万年来 龙族的种子 撒遍了星空万族 又何止诞生了九子 龙族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因为龙族的种类太少了 而且繁衍起来 难度非常高 但没曾想 亿万年过去了 龙族还是当年的龙族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可是妖族 却因此飞速壮大 许多龙族的后裔 拥有着真龙血脉的存在 却都纷纷加入了妖族 所谓龙生九子 皆不成龙 很显然 那些拥有真龙血脉的混血龙族 并没有被龙族所承认和接受 龙族是非常高傲的 而且是高傲到了骨子里 因此 对那些混血龙族 一百个看不上 在龙族看来 龙族是高高翱翔于九霄之上 潜游于深海之中 世界上最高贵的存在 想让他们承认那些师生暖化 披毛带脚之辈是他们的铜族 那还不如杀了他们 因此 对于混血龙族 龙族是非常排斥的 可是龙族虽然不稀罕 但是妖族却非常欢迎 因此 祖龙的这个计划没帮龙族增加多少种族和兵源 反倒是妖族 因此实力倍增 可以说 正是对待那些混血龙族 截然相反的态度导致了龙族的没落 也导致了妖族的崛起 如果龙族可以放下骨子里的傲气 接纳他们的那些同胞的话 妖族永远 也不会有机会成为万族至尊 傲气和傲骨是龙族的特征 正是这种傲成就了龙族 但同时 也正是因为这种傲 害惨了龙族 因此 一方势力 永远不可能是靠单一的种族 就可以支撑起来的 没有任何生物 是尽善尽美 完美无缺的 当鸟族与兽族连起手来 京城协作的时候 即便强大如龙族 也无法挽回败局 龙族 上可以飞天 下可以入海 即便在陆地之上 龙族也可以与豺狼虎豹正面对汉 而不落下风 但如此强大 如此全面的种族 又有大海做护盾 却依然无法对抗妖族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而与之相对的 龙族的傲慢 最终害苦了他们自己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圣徒打算虚拟出 幽明海的九大种族 以及九大兵种 根据所属的种族不同 兵种的不同 圣龙大军将分为九大军团 每个军团 为数都足有百万之重 九大军团 特点各不相同 形象也完全不同 平时训练的时候 圣龙族大军 将按照各自所属的虚拟种族 以及虚拟形象 进行专项训练 到了战斗时 根据各自所属的种族 以及形象的不同 担负 的战斗任务 承担的战斗使命 也各不相同 如此一来 虽然只有圣龙族一族 但却可以虚拟出天下间 所有种族的特性与功能 听着圣徒滔滔不绝的叙述 楚行云心中一惊 如同一颗金石坠下 激起了千万水花 时到如今 圣龙一族的数千万子民 都参与了进来 虽然暂时来说 只完成了眼前这款形象 可是其他的八款形象 虽然暂时还没完成 但是大带的轮廓 以及各自的特性 却都已经设计出来了 楚行云之所以如此惊讶 反而不是惊讶 与圣徒等人的战斗智慧 事实上 真要静下心来 楚行云也可以想到 也一样可以做到 真正让楚行云惊害无比的是 这九大形象 以及九大特性 他真的很熟 真的太熟悉了 暂且不说那些 还没完成的设计 单就已现在 已经完成大半的 楚行云面前这个形象来说 楚行云就无比的熟悉 时到此刻 圣徒的形象 其实只完成了一半 也就是上半身 如果补全下半身的话 那么 这个形象 楚行云就太熟悉了 触及太古战场之上 居住在南荒城内的巨魔族 就是这个形象 轻面獠牙 牙齿又尖又长 身材粗壮 全身肌肉囚结 这不正是魔族最低级的 巨魔吗 而且 虽然还没见过其他的八种形象 但听圣徒的描述 楚行云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魔族九大种族中 其他八大种族的形象和特性 艰难地咽了口唾液 意识之间 楚行云只觉得脑袋一片混乱 怎么回事 这圣龙一族 怎么直接朝着魔族的方向发展过去了 如果一切真的按照圣徒的计划 完全实现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上 岂不是就有两个魔族了吗 等等 不对啊 茫然地皱着眉头 楚行云忽然意识到 有一件事被他忽略了 魔族 此时此刻 这荒谷世界中 哪来的魔族 无论是龙族 妖族 或是魔族 都不是开天辟地时就存在的 龙族是祖龙创造的 当年 祖龙统帅助龙族 征服了四海 征服了大地和天空 使龙族成为了万族至尊 成为了宇宙的主宰 至于妖族 则是水千月和狐狸 联手组成的 那三大妖皇 斯丰 秦苍 以及九霄 当年 都不过是狐狸手下的三个小跟班而已 当然 时到此刻 距离狐狸和水千月那个时代 已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年 时到如今 斯丰 秦苍 以及九霄 都是可以与四海龙王抗衡的存在了 距离现在几千万年前 斯丰 秦苍 以及九霄联手之下 曾经战胜 并且重创了四海龙王 也正是从那一战之后 龙族才不得不退回大海 凭击海洋这个天然屏障 对抗妖族的入侵 但是却彻底的失去了 对陆地以及天空的控制权 时到如今 斯丰 秦苍 以及九霄 都已经达到了巅峰状态 可以说 祖籍大能不出 根本没人能奈何得了他们 尤其是三大妖皇 连起手来的时候 即便是祖籍大能 若不是全胜状态下 都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如今 祖龙重伤 进入了无限的长眠 至于妖族 更是让楚行云 潸然泪下 回到这方世界后 楚行云了解了很多 说起来 让人很难相信 当年 狐狸和水千月离开之后 水千月成为了狼族的月神 而狐狸离开之后 三大妖皇 斯丰 秦苍 以及九霄 联手将他拱到了妖族的宝座之上 一想到 后世中 大名鼎鼎的妖族 竟然就是狐狸 楚行云就不由地感觉荒谬 但现在 更荒谬的情况出现了 看出圣徒滔滔不绝的样子 如果楚行云不制止的话 那么 当楚行云结束试连梦境 回归荒谷墓地的时候 他岂不是要成为魔祖吗 值得一提的是 祖籍大能 不止妖祖 龙祖 以及魔祖 古代还有凤祖和兽祖 同样是祖籍大能 只不过 三大祖籍大能 都是开天之初 就存在的 彼此之间 也互相为敌 当年 熊大和熊二见到的 那个只剩一颗头颅的大能 正是被龙祖 凤祖 以及兽祖联手击溃的 直到今天 楚行云也不知道 那个祖籍大能 到底是谁 是什么身份 但是 从其可以赋予紫明神通 这一点上 就可以判断出 那也是一尊祖籍大能 拥有一万神通 并且可以赋予他人神通 是祖籍大能的象征 当然 妖祖和魔祖 看来是要例外了 楚行云 他现在还未得到的 无量神通 而沾沾自行 至于说 赋予他人神通 楚行云还真没这个能力 甚至可以说是 一窍不通 龙王陛下 龙王陛下 正臣寺之间 圣徒显然发现了 楚行云走神 连声叫了起来 摇了摇头 楚行云淡然一笑道 不好意思 刚才有点走神 不过 说话之间 楚行云抬起头来 看住圣徒道 你们不需要设计 所谓的形象了 我已经帮你们设计好了 说话之间 楚行云掏出圣龙祖珠 输入能量后 一连激发出了九道幻影 看住面前一字排开 活灵活现 犹如活物一般的九道幻影 圣徒恶然瞪大了双眼 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魔族的最低等 九等猎魔巨魔族 看住那青面獠牙 粗壮魁梧的巨魔族形象 这次 轮到圣徒见鬼了 目瞪口呆地看住那青面獠牙 魁梧道不像话的家伙 圣徒真的像是见了鬼一样 要知道 圣龙一族三千大将 以及三千多万子民 想了四年多 也才完成了一半的形象 现在却直接出现在了面前 这太恐怖了吧 最让圣徒感到恐惧的是 整个设计 显然是刚刚完成的 圣徒甚至可以肯定 这些形象 就是龙王听了他的描述后 只花了百息左右的时间 便设计出来的 当然 圣徒也不是没想过巧合的可能 说不定 楚行云也有这个想法 而且提前十几万年就开始设计了 甚至于 楚行云可能不是一个人的智慧 而是一群人的智慧结晶 可是只稍微一想 圣徒便否定了这个猜测 要知道 这九大形象 基本上完全是按照他们的设定设计出来的 无论是形象 或是特性 都百分之百的贴合 甚至可以说是量身定做的 巧合不是没有 但是一连九道设计 连所有的细节 都一模一样的话 那就真的不能用巧合来形容了 看出圣徒那目瞪口呆的样子 楚行云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这九种形象 正是后世中 魔族的经典形象 楚行云所做的 只是透过圣龙祖珠 将这种形象还原出来而已 那自然是非常容易的 若要他自己 从无到有地 设计出如此完美的形象 虽然也不是不可能 但绝对不是一时半会 可以完成的 圣徒刚才的形象 虽然猛一看起来 确实很像巨魔 可是仔细看起来 其细节处 实际差异是非常巨大的 而楚行云幻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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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都不许轻易改动听道 楚行云的话 圣徒恭敬地抱拳道 请龙王放心 这九道形象 既然是龙王倾诉而成 那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改动 摆了摆手 楚行云摇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没有这么霸道 顿了顿 楚行云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这九大战区 都是非常强大 非常高深的 在没有将这九大战区研究清楚 整理明白之前 一旦随意改动 很可能会破坏整体的平衡 虽然在某些人看来 他们的改动显然更合理 可是事实上 那只是他们没有吃透 没有彻底弄清楚而已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即使随便更改了一处关节处的设计 也会导致整体的平衡被破坏 而且很多看似多于 没什么用处的构造 其实只是因为没有掌握 这些构造的真正用法而已 因此 最起码短时间内说来 大家的精力 要用在学习和使用上 而不是耗费在改进上 只有彻底了解 并掌握了这九大战区之后 才可以在此基础上 对九大战区进行改样 这九大战区 都是近乎完美的 可更改的余地并不大 就算永远也不改动 其实也够用了 因此 楚行云的意见很简单 宁肯不改 也不要乱改 否则的话 要不了多久 这九大战区 也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最重要的是 试炼梦境不是真的梦境 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决定未来 就算这九大战区 并不那么完美 可是只要精心研究 寻找出更多 更好 更巧妙的使用方法 绝对比不断的改变 要好得多 当然 楚行云也不会愚蠢到 真的废除掉 圣龙一族的想象和创造力 因此 楚行云下达了死命令 圣龙族可以研究 可以创新 也可以任意进行改变 不但可以 而且还必须去做 全力去做 甚至于 要选拔最杰出的精英 专门去做这件事 但是 不管研究出了 多么先进的战体 也不管现在的 九大战体有多落后 除非获得了 楚行云的首肯 否则的话 魔族对外的形象 就是这九大形象 任何人都不得改变 擅自改变 这九大战区者 将被视为叛逆 人人皆可诛之 说白点 这九大战区 不管好坏 都只能用 除非楚行云 亲自下令 否则的话 谁改谁死 至于新的战体 要选出最精英的 圣龙族子民 专门成立学府 去研究 去创造 但是所有的成果 都必须储存起来 而不能去使用 之所以如此 楚行云 其实是想埋下一个伏笔 既然明知道 未来的魔族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 楚行云 就不得不埋伏 下一招后手了 楚行云的想法很简单 一旦将来 他真的成了魔族 那么回到荒谷墓地 重新接手 幽明海的时候 楚行云 就会获得一份 巨大的遗产 到了那个时候 楚行云 就可以得到一份 魔族研究了 一兆年的 纠集魔族战体 一旦拥有了 纠集的魔族战体 也许未来的魔族 就不会那么弱势 不再动不动 就轻易地 被妖族覆灭 楚行云生活的时代 魔族已经没落了 虽然在太古战场之上 魔族依然强横无比 但是离开了太古战场 魔族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 乾坤世界 的魔族 竟然在妖族的偷袭下 被瞬间横扫 可谓是斩尽杀绝 鸡犬不留 以至于 在乾坤世界内 楚行云连一个活着的魔族 都没能见到 这说明什么 没错 这足以说明 当时的魔族 真的已经弱到一定的程度了 毕竟 魔族的战体 一兆年没变过 早就被研究透了 而妖族在不断的进化下 战体自然先进无比 完全不是魔族所能对抗的 因果之说 通常都是先有因 而后有果 可是在这试炼梦境中 很多事情 却恰恰相反 楚行云的整个团队内 已经完成了试炼梦境的所有人 都或多或少的 反果为因 以狐狸为例 他之所以找到 并且培养起了三大妖皇 其实就有点反果为因的味道 狐狸先知道 妖族未来有三大妖皇 然后才刻意地去寻找 现在的楚行云 其实也是如此 因为已经知道了 未来的结果 所以约束圣龙一族 不准更改这九大战体 而且 明明不可以更改这九大战体 却又偏偏命令 圣龙一族 选拔最精锐的人员 全力研究九大战体的改进 不但可以研究 还可以改进 甚至于 还要组织上百万大军 不断地进行测试 最矛盾的一点是 就算研究出了超强的战体 也不允许使用 只能封存起来 化英未果之下 楚行云最大的渴望 就是等他有朝一日 回到荒谷墓地之后 一旦有机会 再次掌握魔族大权 就可以得到九大纠集战体 有了那九大纠集战体 魔族的崛起 必将势不可挡 虽然因为不能不断进化战体 会让魔族的战力 长期受到限制 可是 这恰恰是楚行云 最希望看到的 如果用最落后 最孱弱 最差劲的战体 都强大无比的话 那么 一旦换装上纠集战体 又会如何呢 因此 在果已经确定的基础上 楚行云试图透过更改因 来为魔族 累积最大的优势 为魔族未来的崛起 增加足够的抵御 获取了九大战体后 圣徒兴奋地转身离开 接下来 圣徒要做的 就是让圣龙一族 依照不同的特点 分别凝聚成魔族的九大战体 送走了圣徒后 楚行云回到了 幽明海的龙宫之中 进入了闭关状态 这次闭关 楚行云为的不是修炼 而是为了设计一套 适合与圣龙一族 九大战体的重装战甲 不说楚行云如何闭关设计 另一边 随着楚行云的离开 四海龙宫的管事 感觉情况有点不对 楚行云这一次 驱走的物资实在太多了 因此四大管事几乎同时 向上面反映了这次的事件 很快 这件事情便被传递到了四海龙王的耳中 面对这样的大事 四海龙王都是勃然大怒 这些资源虽然暂时没用上 但是一旦龙族真正进入绝境 必然是要动用的 四海龙王暴怒之下 立刻展开了彻查 一查之下 这是还真不怪楚行云 而是要怪四海龙宫那四大太子 为了敖铃 这四的家伙简直是昏了头了 竟然连楚行云要锻造的 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敢答应给人家一千万份 还好 楚行云现在锻造的 只是一千万套重装战甲 如果楚行云想造的 是一千万艘战舰的话 那四海龙宫的仓库 岂不是要搬空 很快 四海龙王召见楚行云 要他把拿走的东西 全部都送回来 可惜的是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楚行云的踪迹 而四海龙王 势必不能长期的 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事情上 最后 经过四海龙王的商讨 最后 楚行云取走的那些物资 被当成是楚行云与傲昧大婚的贺礼 不需要他退回来了 同时 四海龙宫 同时加强了对仓库的管理 从现在起 再有人想大批量的 从四海龙宫的仓库内 大量的取走物资 没有四海龙王的首肯 那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的 到此为止 楚行云与傲昧的婚约 算是彻底坐实了 楚行云与傲昧的婚姻 得到了四海龙王的认同与祝福 任何人都别想拆散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 傲林简直快疯了 原本这一次 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一旦见到楚行云 他会直接开门见山 把一切误会说清楚 并且勇敢地表达出 自己对他的爱意 甚至于 傲林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算楚行云不肯见他 他也会强闯楚行云的房间 就算是声拉硬拽 也要把他叫出来 可没曾想 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那些卑鄙的家伙 竟然连起手来 赶走了楚行云 尤其让傲林暴怒的是 楚行云的那的六哥 竟然说他是 楚行云未来的嫂子 让楚行云注意点言行 尤其要注意避嫌 这话一旦说出来 基本上就彻底掐断了 敖林和楚行云的一切可能 可是问题是 那敖霸凭什么这么说 说长相 那敖霸说好听点 算是霸道威风 可是说的不好听 其实就是丑 长得像只大野猪一样 鬼才会喜欢他 光是长得丑也就罢了 为人还非常的粗鲁 行事作风 蛮横霸道 这样的人 敖霸不但不喜欢 其实内心里 他最讨好的 就是这种人了 如果说 敖霸心目中 虚拟出了他梦想中的 白马王子的话 那么不需要怀疑 敖霸梦梦中的白马王子 就是和敖霸 完全相反的存在 可惜的是 尽管气得发疯 但敖霸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楚行云和敖霸 彼此之间是你情我愿 恩爱有加的 他们的结合 又受到了四海龙王的认可与祝福 这不 那些被楚行云取走的材料 都当成是两人大婚的贺礼 白送给楚行云了 事到如今 就算楚行云忽然又反悔 不想娶敖霸 恐怕都没用啊 四海龙王一致认同的是 那就是天条 除非要反出龙族 否则的话 没有任何人 是 悟 能同时对抗四海龙王的赤领 从某个角度说 楚行云和敖霉 虽然还没举行婚礼大典 但无论从名义或实际上 他们都已经是夫妻了 那所谓的婚礼大典 其实就是亲朋好友 凑一起热闹一下而已 就算不举行 也不影响任何事物 暴怒之下 敖霸虽然确实拿四海龙王 没有任何的办法 但是身为情报系统的首领 对于情报体系内部的事情 他却拥有绝对的权利 因此 敖霉一声令下 立刻免去了四大太子的所有权利 直接将他们驱逐了出去 驱逐了四大太子之后 四海龙王不同意了 这四大太子 不但本身很有能力 更重要的是 作为四海龙王的儿子 他们在四海龙宫中的身份和地位 都不是普通龙族所能比拟的 面对四海龙王的阻挠 敖霖却不肯让步 敖霖之所以驱逐这四大太子 也是有理有据的 这次 他们使用情报系统 监视了敖霖这个首脑 这是无法容忍的 如果这样也可以的话 那是不是说 敖霖可以派出密探 监视四海龙王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呢 面对敖霖的质问 四海龙王直接就无言了 龙族是最讲究身份和地位的 以下犯上 无论在任何场合 都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而且 最重要的是 这一次 四大太子 滥用了情报系统 为他们自己做事 如果大家都这么做 都肆无忌惮地去使用这个系统的力量 为自己谋取福利的话 那将有多么的恐怖 这个世界上 谁还没点亏心事 谁还没做过一点见不得光的事 一旦情报系统的权力被如此滥用 那么早晚有一天 敖霖这个主事者会被降罪 甚至是赐死 因此 如果一定要召回 那四大太子 那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敖霖可就不伺候了 这首脑的位置 谁爱做谁去做 一切和敖霖无关 反正 这个情报体系 只是敖霖为了找敖云 而设立的 现在 敖霖与敖妹之间 婚约已经彻底的定了下来 即便找到了楚行云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见到敖霖要撤出 四海龙王顿时急了 类似的情报体系 其实四海龙王 也早就想建立过 可是还是那个问题 四海之间 总是有太多的矛盾和冲突 这样的一套体系 根本就组成不起来 如果以那四大太子为核心 组成这个情报体系的话 他们之间 谁又会负谁呢 谁都想做这个首领 可是怎么做上呢 很显然 谁的资讯和情报更快 更准确 更及时 谁就有资格当首领 为了避免其他人比自己强 那自然就要对自己手中的情报 进行保密与封锁 如此一来 这个所谓的情报体系 依然建立不起来 虽然彼此之间 都是龙族 可是事实上 四海龙宫之间 彼此之间 其实是联盟的状态 四海龙宫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同族之内的关系 四个国家 共同组成一个情报体系 那可能吗 有哪个国家 肯完全不隐瞒地 将自己的所有情报 分享出去 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了 那不是卖国吗 而且更无奈的是 你对人家不隐瞒 不代表人家对你 也不隐瞒 一旦你的一切 被对方摸清楚 而你又不清楚 对方的事情 这样的结果 将有多严重 国与国之间 只有永恒的利益 没有永恒的友谊 因此 这个情报体系 根本建立不起来 一直到今天 四海龙王都不知道 敖铃是如何组成 这样一套网路的 一旦敖铃不干了 那整个情报体系 就瞬间散架了 就算四海龙王亲自上台 不知道要如何助手 如何运作 无奈之下 四海龙王只好退而求其次 要求敖铃 必须从四海龙宫的 龙子和龙女中 选拔一人 加入这个情报组织 东西南北 四大龙宫 每个龙宫都必须选一个 面对四海龙王最后的要求 敖铃倒没有拒绝 敖铃也知道 如果离开了 四海龙王子女的支持 他这个情报体系 根本运作不下去 因此 敖铃只稍微一沉吟 便答应了四海龙王 东海就不说了 有敖铃在 不需要再增加什么人手了 随后 经过认真思考后 敖铃给了三个人选 东海敖铃 西海敖铃 北海敖秀 南海敖妹 如此一来 龙族之内 四海龙宫的四大公主 也是四大美女 齐聚一堂 面对敖铃给的人选 四海龙王苦笑连连 但却不得不答应下来 是到如今 龙族正是最危难的时刻 为了龙族 所有人都必须做出自己该做出的贡献 不容拒绝 见到四海龙王答应了自己的请求 敖铃顿时暗暗雀跃 事实上 敖铃最想邀请的是敖妹 可是单独邀请敖妹的话 敖铃担心大家会看穿她的心思 过去几万年的相思 让敖铃深深地明白 她是无法没有敖云的 就算不能嫁给她 她也希望能守在楚行云身边 就算不能结合 她也希望可以常常看到她 也常有她陪伴 因此 当四海龙王要她自己选才的时候 敖铃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敖妹 只要敖妹在 那楚行云就不可能不在 如此一来 只要守着敖妹 敖铃就可以常常见到敖云了 否则的话 如果敖妹不在的话 敖铃怀疑 自己可能一辈子 都见不到敖云几面了 至于敖秀和敖铃 那也不需要多说 身为龙族的四大龙女 四大公主 以及四大美女 她们两个完全是凑数的 邀请了敖铃和敖秀 再邀请敖妹的话 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就算有人会猜到她的心思 也绝对不会太过肯定 最重要的是 敖妹也不会怀疑 否则的话 一旦敖妹怀疑了 她未必肯来 很快 四海龙王的命令 很快便发布了出去 敖铃 敖秀 敖妹 也很快通过四海的海眼 抵达了龙城 加入了情报组织 龙族四大龙女 四大公主 四大美女 齐聚一堂之下 敖铃大把放权 不再担任情报组织的首领 而是同时树立了四大首领 东陵西敏 北秀南妹 四大首领 分别掌管一方海域的情报 同时 敖铃向四海龙王提出建议 试图将敖云调过来 担任情报系统的首领 可惜的是 敖铃的这个建议 被四海龙王否决了 首先 敖铃既无战功 又无剑术 根本不够资格 做情报系统的首领 其次 敖铃现在行踪不定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面对四海龙王的拒绝 敖铃也不由得一阵失望 不过敖铃还是坚持 将情报系统首领的位置 留给敖铃 除了敖铃之外 敖铃谁也不服 面对敖铃的要求 四海龙王也知道 这妮子已经是铁了心了 就算强迫他 也没有意义 反正不管敖铃怎么做 整个情报体系 只要能正常运转 那就一切都没问题 因此 四海龙王 也就默认了敖铃的决定 只要能找到敖铃 只要能请动他 敖铃随时可以去做 但是 四海龙王 不会因此下达四海龙王令 不然的话 四海龙王令下达了 可是却迟迟找不到敖铃 这对四海龙王来说 绝对是一件 非常丢脸的事情 见到四海龙王答应了 敖铃顿时欣喜若狂 如今 只要找到楚行云 他就可以邀请他 加入情报组织 如此一来 他就可以每天见到楚行云 天天都守在他身边了 开心之下 敖铃顿时有了动力 既然将来接手这个情报组织的是心爱的敖云 那他当然要把这个情报组织给建设得非常好才行 无论如何 他一定要让敖云刮目相看才是 正是在这种动力下 敖铃对情报组织进行了大力发展 敖铃的情报体系 说起来其实很简单 其实就是两大攻略 第一大攻略 是手帕攻略 所谓的手帕攻略 就是和那些龙泉贵家的女孩 交朋友 凭借敖铃的个人魅力 以及身份地位 几乎没有龙族的龙女 不希望成为她的朋友 因此 敖铃很轻易地 就和四海龙宫之内 大多数权贵家族的龙女成为了朋友 而情报来源 就是从这些龙女的口中得到的 虽然龙女大多不掌权 可是他们的朋友 尤其是爱慕者和追求者 还有他们的父亲 以及叔叔和伯伯 却都是掌权的 因此 这条线的情报收集能力 是非常强的 第二大攻略 是夫人攻略 所谓的夫人攻略 这就不多说了 顾名思义 就是那些达官权贵的夫人吧 别看那些龙族大能 在外面妖五贺六 威风八面的 可是回到家里 他们未必还能那么威风 倒不是说 他们那一方面有问题 可是怕老婆的龙族 是非常普遍的 毕竟 龙族性淫 很多龙族大能 都或多或少的 做了些对不起老婆的事 因此内心里 他们对老婆 是有歉气的 夫人攻略之下 所有的情报 几乎是有求必应 一个龙族 就算他的嘴巴再硬 保密的意识再好 也很难瞒过他们的老婆 很快 敖灵将手帕攻略 以及夫人攻略的绝要 传授给了敖敏 敖秀 透过这两大攻略 接下来的六万多年时间里 龙情局的发展 可谓是一日千里 龙情局 顾名思义 是龙族情报总局的意思 经过六万多年的发展 龙情局的情报体系 覆盖了整个海洋 四海之内 只有龙情局 不感兴趣的情报 却没有龙情局 无法得到的情报 而同时 另一边 经过六万年的时间 楚行云不仅完成了 重装战甲的设计 而且还完成了 整整一千万套 重装战甲的制造 说起来 这些重装战甲 不算是楚行云 自己设计的 既然是魔族的装甲 而使用这些装甲的 是魔族的九大战体 那又何需去设计呢 和九大战体一样 直接抄袭魔族 一掌年后的战装 就可以了 总共是九种款式 每种款式一百万套 在六万多年的时间里 楚行云完成了 所有战甲的锻造与炼制 六万套深红色的战甲 都是楚行云 在七十二地煞分身的帮助下 用地心火焰 炼制而成的 地心火焰炼制之下 整套铠甲 不但颜色变成了深红色 而且 铠甲之内 也蕴含住 赤裂的地心火焰之力 这股地心之火 非常的赤裂 会将入侵铠甲内的能量 焰烧一空 化为一道护盾 隔绝一切能量冲击 平级地心之火 这套铠甲 几乎免疫能量冲击 所有的能量 不等穿越盔甲的守护 就被地心之火焰烧一空 化作能量护盾了 最夸张的是 这道能量护盾 却又恰恰可以防御物理性打击 因此 魔族的战士 将成为术士的克星 术法类的打击 不但不会伤害魔族 反而会为他们 提供一道坚固的能量护盾 以抵御物理性打击 至于物理性打击 远程的箭支 就不说了 所谓的重装战甲 指的就是 可以免疫箭支的战甲 若不能免疫箭支的展设 那这重装战甲 要来何用 至于近身战斗 这套铠甲蕴含的地火 就又可以发威了 十米之内 所有敌人 都将受到地心火焰 无情的灼烧 虽然很难单凭地心火焰 就把敌人烧死 但是对方若不全力对抗的话 一个不小心 可就会被烧伤 而且 整套盔甲 分别是由五海之内 最顶级的稀缺金属 锻造和炼制而成的 金木水火土 五行俱全 五行合金之下 这套铠甲不但坚固无比 还拥有自愈的能力 只要不是被一次性摧毁 所有的损伤 就会慢慢修复 当然 五行合金的最大功能 可不只是坚硬 也不仅仅是自我修复 事实上 顶级的宝贝 都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 五行合金最大的特点 是可以凝聚出气灵 虽然不是一段造出来 就拥有气灵 但是 透过大量的战斗 吸收大量的鲜血后 五行合金之内 就会慢慢凝聚出一丝胸灵 随着不断的征战和厮杀 这一丝胸灵会慢慢成长 从一丝 变成一缕 再变成一道 如果时间够长 杀战的生灵够多的话 这套铠甲之内 甚至会凝聚出一道绝世凶灵 身为凶灵 是拥有着灵杀之力的 一旦千万大军 同时放出凶灵的话 光是这些凶灵 就足以灭杀千万大军了 而且 随着凶灵的不断成长 凶灵还会对铠甲 不断地进行凝炼 可以说 这是一套超强的铠甲 同时也是一套 可以不断自我成长 自我进化的铠甲 只要有足够的战斗 足够的精血去喂养 这套盔甲的威力 也将越来越大 其实 有这么多高端材料 楚行云完全可以 炼制一套更强的战装 那样的战装 虽然暂时看来 威力绝对巨大无比 远比现在这套强 但将所有潜力 挖掘前进之后 那套铠甲 就失去了潜力 失去了成长的可能 而现在 这些铠甲 虽然还谈不上质宝 甚至连中品的宝器 都算不上 但是只要给足时间 只要这些铠甲 能通过大量的战斗 成长起来 那么这些铠甲 将拥有足够的潜力 成为最顶级的灵器 还是那句话 反果为因 既然明知道 龙族一定会败 既然明知道 未来的一丈年里 妖族将成为万族至尊 成为宇宙的主宰 那么 楚行云更多的 还是选择鸭宝于未来 现在弱点就弱点 只要未来能无限强大 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血链战甲 这就是这些战甲的名字 所谓的血链 值得即使铠甲 那深红色丝血的颜色 也是以敌人的血 去炼制的意思 900万套五行 金金炼制而成的 血链战甲 加上900万把 五行金金炼制而成的 血链战舰 肾龙族大军 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 不过相对的 水蓝天地内 金木水火土 那五颗星辰 虽然并没有消耗光 但却只剩下了 小小的一颗 直径只有一两万公里了 不过这对楚行云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等到龙妖大战再次开启 楚行云自然会 统率住圣龙族军团 疯狂劫列妖族 抢夺大量的资源 壮大着五颗星辰 炼制完900万套血链战甲 以及900万柄血链战舰之后 楚行云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接下来 圣龙族大军 将进入最恐怖的 地狱时的训练 六万年后的今天 整个幽明海之内 圣龙一族的规模 已经发展到了76亿之巨 每个岛屿之上 都生活着上亿的圣龙族 虽然圣龙族的主力军 还是只有900万 但是圣龙族的常规军 却已经发展到九亿之巨了 说实在的 圣龙一族能发展得这么快 大大出乎了楚行云的预料 要知道 自圣龙族进入幽明海后 第一个三万年 只将数量从三千多万 提升到了近一亿的程度 人口其实只增加了不到三倍而已 可是过去的六万年 圣龙族的人口 竟然从一亿 瞬间暴增到了76亿 增加了76倍之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只稍微一想 楚行云也就明白了 幽明海内 是绝对安全的区域 这里没有任何威胁的生物 甚至于就连从陆地上接引进的妖兽 都支选那些绵羊 兔子之类 没有破坏力 又很可爱的物种 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又从妖族截略了那么多物资 因此 过去六万年时间里 圣龙一族过得非常安逸 非常的富足 所谓保暖四营域 而且龙性本营 再加上 楚行云的鼓励政策引导 过去六万年时间内 圣龙一族的子民 工作之余 就是造龙丸 不过 76亿的规模 这已经非常恐怖了 因此 楚行云撤销了鼓励政策 想生可以生 不想生就不生 而且 圣龙族自己也意识到了 人口太多之下 物资消耗太大了 时到如今 九万多年前 劫力来的那些物资 已经被消耗一空 要不是幽明海内 确实地大物博 再加上圣龙一族 一直没有闲住 一直都在开垦 种植 以及养植 恐怕现在 要开始闹饥荒了 视察了一下 幽明海内的情况 根据楚行云的 调查和研究 幽明之海内 76座巨型岛屿之上 最多可以容纳 上千亿圣龙一族 不过 想要保持生态环境 圣龙一族的数量 最好控制在百亿之内 因此 视察结束后 楚行云下达了命令 幽明海内 圣龙一族的数量 最多不允许超过百亿 同时 随着九万多年的时间过去 龙族与妖族的休战期 即将结束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九百万主力军 以及九亿常规军 全部进入了最严苛的 训练状态 将一切交给圣徒之后 楚行云离开了幽明海 通过海眼 赶回了龙城 其实 也谈不上交给圣徒 事实上 楚行云虽然是 圣龙一族的领袖 但这个领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圣龙一族内部的事物 包括政务和军务 楚行云都是从来不插手的 圣龙一族的事 由圣龙族自己解决就好了 他们有足够的智慧 足够的能力 处理好一切事情 楚行云 更多的 其实是进行宏观的调控 以及制定大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向 至于具体的执行 楚行云是不管的 不是楚行云没有这个能力 也不是他懒得去管 问题是 楚行云自己知道 他在这个世界内 最多只能停留百万年而已 百万年时间一到 楚行云就必须回到荒谷墓园 既然明知道 自己早晚要离开 不如一开始 就不要插手 如此一来 不管楚行云再不在 慎龙一族的发展 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一路回到龙城的时候 楚行云的出现 瞬间又引起了海啸般的连锁反应 整个龙城之内 龙情局的所有情报员 几乎都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 千万讯息 顺着各条线路 蜂拥着传达到了龙情局 四大首领首中 听说敖云终于出现 敖铃和敖妹 当然是开心得不得了 就连敖敖秀 也是非常欣慰 要知道 寻找敖云这个任务 已经高高地挂了六万多年了 可是一直以来 龙情局却连一丝线索都找不到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已经成了龙情局最大的耻辱了 在号称四海之内 只有龙情局不感兴趣的情报 没有探听不到的情报的龙情局 就因为这一情报 而蒙羞 不过现在好了 随着敖云的出现 这个耻辱终于被洗净了 且不说龙情局的反应 另一边 楚行云熟门熟路地 再次住进了龙城酒楼的龙王套房之内 刚刚涮洗前进 不等楚行云擦钱身上的水字 咚咚的敲门声 便剧烈地响了起来 听到敲门声 楚行云以为是客房的服务员呢 因此并没有在意 直接开口示意外面的人进来 可是没曾想 大门开着 四道窈窕的身影 同时出现在 门外 恶然地扫尸一周 楚行云顿时呆住了 放眼看去 这四道身影 楚行云都是非常熟悉的 彼此之间 都是最要好的朋友 左边的两个不必多说 一个是敖妹 一个是敖玲 其中 敖妹是她未过门的妻子 而敖玲 则是和她同舟共继 一起闯荡了几千年的老朋友 右边的两个 则要稍微说一说了 这两个龙女 分别是敖敏和敖秀 楚行云也是有着过命交情的 所谓 东陵西敏 北秀男妹 对于龙族的四大美女 楚行云想不熟悉都难 其中 敖秀是楚行云的妹妹 但不是亲的 在万多年前 和楚行云达成交易的 东海武太子一样 敖秀也是龙皇的后裔 作为龙女 进驻北海龙宫的 小时候 楚行云在北海龙宫的时候 和敖秀是最要好的 只不过 自从离开北海龙宫之后 两人已经有十万年 没有见过面了 时到如今 楚行云进入试炼梦境 已经快有二十万年的时间了 其中 第一个十万年 楚行云都留在北海龙宫之内 利用北海龙宫的资源 潜心修炼 敖秀是楚行云进入试炼梦境的 三万多年后 进入北海龙宫的 对于这个漂亮的 美丽无比 雌娃娃般的小龙女 楚行云是非常喜欢的 看住敖秀 楚行云好像看到了 楚无一般 因此 在接下来的六万多年的时间里 敖秀都是小鸟一人的 跟随在楚行云身边 只要楚行云不修炼 他就一定会出现在楚行云身后 无论楚行云走到哪里 他都会第一时间出现 并且一路跟随 相处了六万多年后 楚行云离开了北海龙宫 开始闯荡天下 自那之后 两人就再也没见过了 现在想来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已经在十万年前了 再来是敖秀 对于敖秀 楚行云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第一次见面 是在西海龙宫之内 当时 楚行云是携带着宝贝 到西海龙宫 试图兑换一些 自己能用得上的宝贝 选完宝贝之后 楚行云在西海龙宫 停留了几年的时间 那段时间里 两人初步有了接触 并且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第二次见面 就是在龙城之内了 距离现在 六万多年前 楚行云在龙城 买了一栋铁匠铺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锻造了四千万把宝剑 那段时间里 敖秀也在龙城 当时龙族与妖族的战局 非常的胶着 就连楚行云 都不得不敢去龙城 片刻不敢捎离 更不用说其他的龙子龙女了 事实上 四海龙王的直系子孙 那个时期都在龙城之内 在一次宴会上 楚行云和敖敏 第二次见了面 那段时间 敖敏帮了楚行云很多 楚行云沉浸在锻造之中 他需求的大多数物资 都是敖敏帮他弄到的 那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敖敏是楚行云唯一的 也是最好的朋友 现在 这只龙族的四大龙女 四大美女 四大公主 竟然一起上门 这又是怎么回事 正茫然之间 除了傲昧之外 其他三个女孩 忽然面色飞红 双眼迷离 一副羞涩难易的表情 见到这一幕 楚行云先是一愣 随即便意识到了什么 低头朝身上看去 入目所见 由于刚才刚涮洗结束 因此 楚行云的身上 只在腰间 围着一块枣筋 整个上身都是赤裸的 金翅的 白皙的身躯上 肌肉线条 异常地清晰流畅 一头乌黑的长发 潇洒地垂落在 楚行云那宽阔的脊背之上 最让四个女孩 面红耳饰的是 楚行云那张挂满了水珠 俊意如妖的脸 看出这样的楚行云 傲昧还好 毕竟 楚行云的各种俊帅 他都看了不知道多少次 多少有点免疫了 可是对于敖铃来说 他简直要疯了 作为一个超级严控 作为一个 是研制为一切的女孩 面对这样一副 即便梦想中 都想象不出的俊帅面庞 他真的要疯了 以前 虽然敖铃和敖云 相处过很久 足有几千年的时间 但那时的敖云 头戴着酒流面 根本看不清他的面容 事实上 一直到今天 敖铃还是第一次 亲眼看到楚行云的面容 当然 作为龙情局的四大首领之一 敖云的画像 他是看过的 可是画像就是画像 那是死板的 是抽象的 画像就算画得再好 也画不出楚行云的神韵 画不出他的气质 以及那如妖如魅的 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男性魅力 看出轻力无比 犹如出水梨花的敖云 敖铃脑海内 只有一个悔意 曾经 有一个帅哥 陪在他的身边 可是他却没有珍惜 而是气如碧驴般地将他抛弃 直到失去他 他才追悔莫及 如果上天再给他一个机会的话 他一定会不顾一切 死皮赖脸地赖在他的身边 任他怎么打 怎么骂 也绝不会离开 一时之间 整个房间之内 彻底静了下来 敖妹又气又怒 老公的帅气姿态 都被这几个色女给看光了 敖铃则是又惊又悔 惊的是 敖云竟然如此俊美帅气 悔的是 当年他为什么那么有眼无珠 难道不知道掀开他的珠帘 看一眼 至于敖秀和敖米 表情就更复杂了 其中敖米还好 面孔朝红之间 一颗心脏跳跃的蓬蓬作响 敖米是个很内向的女孩 就算喜欢谁 也不会表达 只会默默地关注 默默地为她做事 这样的女孩 可能喜欢一个人很久了 可是被她喜欢的那个人 却一直都不知道 事实上 一见钟情这种事情 就发生在敖米的身上 虽然她和敖云之间 相处的时间并不长 可是没办法 敖云太帅了 为人太和善了 和她在一起 敖米只觉得如沐春风一般 舒服得不得了 虽然脑海中 敖米并没有过多地去想婚姻 去想男欢女爱 但是 在敖米的心里 敖云就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不过 生性怯懦胆小的敖米 从来不敢表达自己的内心 就算喜欢上了敖云 她也不会跟任何人说 只是自己偷偷地喜欢住 不敢让任何人知道 接下来是敖秀 如果说敖云是敖米梦中情人的话 那么对于敖秀来说 敖云就是一切 很小的时候 敖秀就进入了北海龙宫 那时的敖秀刚记事不久 对于人情世故 是一概不知的 进入北海龙宫之后 虽然所有人都敬住她 给她足够的尊重 但是敖秀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所有人都疏远她 排斥她 无论她走到哪里 所有人都会默默地离开 冷落她 很多时候 一群人原本正聊得热火朝天 开心无比 但一旦她靠近 所有人立刻就会冷起面孔 不再交谈 然后纷纷散去 对于当时幼小无比的敖秀来说 这样的伤害 真的太残忍 太痛苦了 就在敖秀最痛苦 最绝望的时候 敖云出现了 虽然敖云修炼很刻苦 很少有时间陪她玩耍 可是对于敖秀来说 敖云真的很重要 敖云的存在 让敖秀知道 这个世界上 终究有人是喜欢她的 这对敖秀来说 真的太重要了 虽然要过好多年 敖秀才可以见敖云一面 可是对于敖秀来说 却不觉得辛苦 而是甘之若移 每次敖云一出关 敖秀就会第一时间 出现在敖云的身后 无论敖云做什么 她都不会离开 甚至于 就连敖云如厕 她也会静静地等在外面 对敖秀来说 能让她快乐的事情 总共只有两件而已 第一件 自然是跟在敖云身旁 被敖云宠爱住 和敖云一起玩 第二件 就是计算敖云闭关的时间 并且满怀期待的默默等待 嫁给敖云 敖秀从来没这么想过 对敖秀来说 只要能见到她 就已经很幸福了 像敖云哥哥那样完美的存在 怎么是她能配得上的 她只是一个没用的 一无是处 没人喜欢的小女孩而已 是万万配不上敖云哥哥的 看住几个女孩 又惊又羞的样子 楚行云终于回过神来 此时此刻 她虽然没有完全赤裸 但却也绝对是半裸了 对敖妹来说 也许还没什么 可是对敖秀 敖民 以及敖铃来说 这冲击就有点大了 不要以为 只有女性的身躯 可以吸引男性 事实上 男性躯体的阳刚之美 同样也可以吸引女性 所谓 异性相吸 就是这个道理 心念一动之间 那套漆黑的九蟒长袍 瞬间覆盖在了楚行云的身体周围 眼看着楚行云那见状结实 充满阳刚之美的身躯被遮掩 四个女孩 确切地说 是三个女孩 一个女人 顿时松了口气 不过 虽然表情上放松了下来 不再那么羞怯了 但四个女孩 却依然有点扭念 意识之间 不知道如何开口 好在 楚行云市的大男人 面对这样的局面 还是比较放松的 微笑着招呼大家坐了下来 楚行云好奇地道 怎么回事 你们四个 怎么可能走到一起去的 面对楚行云的询问 敖灵 敖秀 敖敏 敖妹 顿时够异地互相看了看 虽然大家都是搞情报工作的 可是四大首领之间 却是禁止互相探查的 因此 对于四海龙宫的四大龙女 四大公主 也是四大美女 她们对彼此的了解 其实是非常少的 现在 从楚行云的口中 大家才得知 原来 她们四个 竟然都认识楚行云 而且都和楚行云 有着不俗的交情 其他三个龙女还好些 可是敖妹就有点不愿意了 敖云可是她的夫君 这已经是得到四海龙王的同意与祝福了 如此一来 楚行云再和她们不清不楚的 就是对她不忠了 看住敖妹瞬间阴沉下来的表情 楚行云顿时苦笑了起来 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楚行云道 你别这样 我认识她们 比认识你早 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 都是纯洁的纯洁 听到敖云的话 敖妹终于舒展了一下眉头 说实话 龙姓本应 因此敖妹其实并不介意楚行云的过去 可是 都彼此认定了 甚至都订下了婚约 楚行云却继续放荡的话 那她就不能接受了 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 都是需要绝对的忠诚的 若无忠诚可言的话 那还谈什么爱情 谈什么婚姻 无奈地摇了摇头 楚行云道 这样吧 虽然你们四个 好像已经认识了 但是我还是为你们互相介绍一下吧 顺势之间 楚行云站起身来 走道 敖在妹的身边 轻易地搂着她的腰知道 这一位 就是我的妻子 南海龙王的小女儿 敖妹 关于我和她的事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多说了 环顾一周 楚行云耸了耸肩膀道 听到楚行云的话 敖敏 敖秀 以及敖铃 都不得言嘴轻笑 敖云和敖妹的事 确实是龙族的一大新闻 甚至可以说是丑闻 当年 在通天城内 敖云初见敖妹 立刻便如见天人 当然 光是色授魂雨的话 那倒没什么 毕竟 千万年来 为敖妹而色授魂雨之人 多如过江之计 这敖云算老几 真正让她算老几 甚至是老大的 是敖云接下来的做法 一见钟情之下 敖云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直接把敖妹抢跑了 找了个隐秘的角落 直接就为所欲为 把生米做成了熟饭了 如果光是这么做了的话 那敖云顶多算是个 卑鄙的无耻之徒 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敖云最牛的是 明明对一个女孩 做了这么大的恶事 可是两百年后 当两人出现在 龙门大会上的时候 已经是恩爱无比 至死不渝了 尤其是那敖妹 对敖云绝对是 爱到了骨头里 甚至达到了 久死不悔的程度 因此 正如敖云所说 她和敖妹那点事 真的不需要介绍了 整个龙族 不知道这件事的人 要么就是刚出生的 要么就是躲避在穷乡僻壤 千万年没接触过 俗世的引龙 介绍完了敖妹后 楚行云走到了 敖秀的身旁 轻力地抚摸着敖秀 那美丽无比 漆黑闪亮 瀑布般的秀法 感受到敖云的抚摸 敖秀顿时幸福地 眯起了眼睛 轻轻歪过头 靠在了楚行云的肩膀上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去 两人真的太登对了 简直犹如 一对恩爱无比的夫妻一般 崇溺地按了按敖秀 那晶莹的鼻子 楚行云道 这一位 是我最亲最爱的妹妹 名叫敖秀 是龙皇陛下的玄孙女 听到敖 云的介绍 其他三个女孩都点了点头 很显然 敖秀的身份 根本就不是秘密 若不是明知道 敖秀与敖云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敖妹怎么会吃敖云妹妹的醋 看住敖妹依然气鼓鼓的样子 敖云继续说 敖秀是我三万岁的时候 进入北海龙宫的 她是和我最亲 也最近的妹妹顿了顿 敖云继续说 现在想想 我们已经有十万多年 没有见过面了吧 奔恩 听到敖云的话 敖秀乖巧地点了点头 牺牲道 是啊 我们已经有九万九千六百七十二年 没有见过了 你 这 听到敖云的话 所有人都愣住了 怪异地看住敖秀 敖妹不可置信地道 太夸张了吧 这还有整有灵的 你不是在信口胡说吧 面对敖妹的质疑 敖秀不快的 皱起了眉头 低声道 我从不乱说 和敖云哥哥分别的每一天 我都认真做记录的说话之间 敖秀白嫩的小手一挥之间 千万道黑色 的龙影 呼啸着 从敖秀的袖口中 窜了出来 剧烈地呼啸声中 转眼之间 整整九万九千六百七十二条 蚯蚓般的蓄影之龙 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周围的空间中 淡然看住敖妹 敖秀继续说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每天 我都会凝聚一块暗影鳞片 一年下来 就可以凝聚出一条暗影之龙 你 你们 听着敖秀认真无比的声音 敖妹顿时苍白了面色 也许在敖云的心里 只把敖秀当成是 最亲最近的小妹妹 可是敖秀却绝对不止 把敖云当哥哥啊 语人最懂女人 敖妹知道 这敖秀对敖云 那感情 绝对超越了一般兄妹之间的情感 当然 猜测只是猜测 并不能做数的 因此 沉吟了一下之后 敖妹迟疑地道 秀妹妹 如果要用一句话 来形容一下敖云的话 她是你的什么 面对敖妹的询问 敖秀迟疑了一下 随后依然道 对我来说 敖云哥哥就是我的一切 四 听到敖秀的话 不只是敖妹 就连 敖云 也就是楚行云 也惊讶的目瞪口呆 虽然小时候 他们之间确实很亲近 可是就算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也不行了 时到此刻 就算楚行云 再怎么迟钝 再怎么不懂女孩的心思 也意识到 敖秀对她的情感 有点不对劲了 美好气地 白了敖云一眼 敖妹继续说 那么 你想嫁给敖云 做她的妻子吗 面对敖妹的询问 敖秀连想都没想 断然摇头 道 我怎么能做她的妻子 听到敖秀的话 敖妹顿时松了口气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无论如何 敖秀毕竟是北海龙宫的龙女 名义上是敖云的妹妹 无论如何 两人就算再亲 也不可以真正在一起的 龙族最高贵冷傲 也是最讲究伦常之道的 微微松了口气 敖妹知道 虽然敖秀对敖云的感情 并不纯洁 但是正如敖秀所说的那样 敖云和她两人之间 是绝对没有未来可言的 见到敖妹点头 楚行云走到了敖敏的身旁 微笑着道 这一位 是我十万多年前 前去参加龙门大会时 在西海认识的红颜知己 红颜知己 听到楚行云的评价 敖敏顿时亮起了眼睛 看住敖云的目光 一阵迷离 看住 敖敏播光荡漾 满寒春意的眼眸 敖妹不由地捂住了额头 很显然 虽然敖云对敖敏 那绝对是一片坦荡 一片坦然 绝对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可是敖敏对敖云 恐怕就没那么单纯了 如果说 敖秀是乖巧懂事的话 那么敖敏就是怯懦胆小了 就算深爱住对方 也绝对不会表达出来 更不会说给任何人听 只不过当敖敏亲耳听到 敖云将她当作红颜知己的 时候内心深处 不由地生起了 无比满足的感觉 虽然只是红颜知己 但是敖敏的感觉里 这么多年的思念 总算没有白费 敖云也是喜欢她的 看住敖敏撬脸润红的样子 敖妹也懒得问下去了 直接开口道 你也用一句话 来评价一下吧 对于你来说 敖云是你的什么 这 面对敖妹的询问 敖敏顿时彭扶黄了 生性胆小怯懦的她 是从来都不敢表露自己的心声的 按照她的性格习惯 无论内心真实的感觉是什么样 她都会说敖云是她的朋友 普通朋友而已 可是现在 敖云哥哥 当她是红颜知己 若她只把敖云 当成普通朋友的话 那 敖云之间 敖云不由地抬起头 朝敖云看了过去 虽然生性怯懦胆小 但是即便是怯懦和胆小之人 也会有勇敢的时候 敖云知道 为了敖云哥哥的尊严 她必须勇敢地袒露心声 无论如何 她不允许任何人 嘲笑敖云哥哥 颤抖着吸了口气 敖云转过头 勇敢地和敖妹对视住 鼓足勇气 无比坚毅地道 敖云哥哥是我的梦中情人梦 梦中情人 听到敖鸣的话 不只是敖妹 就连敖云都傻掉了 梦中情人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梦中情人 指的是出现在梦中的 一个不切实际的情人 梦中情人 是人们对自己 另一半完美的刻画 代表心中的愿望与梦想 光是这么解释的话 一切似乎都很阳光 都很完美 可是事实上 所谓的梦中情人 可是出现在梦中的 多了不解释 看出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样子 敖鸣终于意识到 他竟然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对其他种族来说 所谓的梦中情人 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回事而已 但不要忘记了 四大龙女 可都是纯血龙族 都拥有着最纯粹的龙族血脉 还是那个问题 龙性本应 虽然龙族对女孩的要求 无比的阉割 虽然龙族的龙女 都是无比纯洁 无比自爱的 但是不做 不代表不想 龙族的血脉 就注定了他们也会想 而且是非常想 因此 没有梦中情人倒还罢了 一旦心里有了梦中情人 那么每天晚上 他的梦中情人 都会出现在他的梦中 而且 最夸张的是 受龙族血脉影响 每天晚上的梦 还都是春梦 终于意识到 自己竟然说出了心声之后 极度羞怯之下 敖敏猛地捂住了脸蛋 浑身都红了起来 而且散发着赤裂的温度 愤恨地瞪了敖云一眼 不过敖妹并没有怪罪敖云 没办法 敖云长得太高了 为人温柔无比 喜欢她也不奇怪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敖云认识敖敏 是在认识她之前 而且一直以来 敖云内心 都无比地坦荡 并没有任何龌龊之处 同样优秀的敖妹知道 优秀的龙族 必然会受到大家喜爱的 你也许能决定 自己爱谁 不爱谁 但却无论如何 也不能阻止别人爱你的 你爱别人 这是你的权利 别人爱你 这是别人的权利 恨恨地瞪了敖云一眼后 敖妹不由地苦笑了起来 时到现在 就算明知道 敖云是敖敏的梦中情人 可是敖妹能做什么呢 难道她能强迫敖敏 让她不准睡觉 不准做梦吗 咯吱 咯吱 牙齿摩擦的声响中 敖妹咬着牙道 怪不得 你每天都会按时睡觉 我一直以为 你是修炼出了岔子的 没想到 哼 听到敖 妹的话 敖敏再也看不住了 捂住脸蛋 直接冲出了房间 目送敖敏狼狈的逃窜 楚行云顿时皱了皱眉头道 好了好了 人家还是黄花闺女 你就不能住一点 面对敖云的斥责 敖妹也知道自己说的 有点过分了 同样的话 也许对那些已经经历过 人世的女人来说 不算什么 可是对于黄花姑娘来说 那是真的抗不住 无论如何 这样的事情毕竟是私密的 是不可以当众说出去的 长吸了口气 敖云道 今天这里的一切 尤其是敖明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不允许传出去 否则的话 我绝不饶它